我們社群局立局長 新聞媒體好朋友 大家很早 現在我們開始開會了 今天由我們保安委員會 首屬的單位 我們警察局 社群局進行業務報告 到這順 先向台北做議員報告 再次向各位議員報告 請到人員都沒有 我們現在請我們技術人員 人對議員很順暴 請到人家去諮詢 該委員會議員之諮詢時間為10分鐘 非該委員會議員諮詢時間為5分鐘 如該委員會議員於第二輪諮詢中時到場 主席應讓該議員優先於下一位諮詢時間為10分鐘 第三輪以後 依登據順序 每一位議員諮詢時間均為10分鐘 現在我們修正請我們警察局 要不報告 報告的時間10分鐘 主持人 我們 臨召集人 在場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跟教防局還有我們警察局的同仁 大家早安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那麼 今天輪到我們保安部門的質詢 首先由我們警察局先做工作上的報告 那因為只有10分鐘 所以我就 我們本期的這個 這段期間的這個 我們執行各項治安工作的這個情形 檢料的 向我們大會這邊做個報告 那麼我們這個會期 所有資料的時間是 從去年104年的8月1號 到今年3月20號 這個以下的這個資料 統稱為本期 那麼在人聯配置的部分 當然也有所變動 那目前我們本局現有的員額是 3928人 以這個預算員額 4362人 還少了434人 那麼這一部分 我們會 積極來向警政署 再來爭取 每一年這個 觀景兩校這個畢業協生 還有統調的這個人聯的這個 來補足我們 目前 嚴重缺乏警力的這個補足 那麼在 我們治安的現況 跟這個重點的工作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治安的這個現況 前班刑案的部分 我們本期的前班刑案 發生1萬7151件 跟去年同期 1萬6983件做比較 增加了168件 那麼 在破獲的部分 本期一共破獲 1萬4千299件 破獲率為 83.4% 比去年同期的79.8%比較 我們增加了3.6%的破獲率 另外在暴力犯罪的部分 本期的發生暴力案件是150件 比去年的192件 減少了42件 破獲率為100% 那麼去年是91.7% 我們增加了8.3%的破獲率 那麼切套的案件部分 本期的切套案件發生3794件 比去年同期4589件 減少了795件的發生 那麼在破獲市一共是2355件 破獲率是62.1% 比去年的59%增加了3.1% 那麼詐欺的案件 本期共發生1866件 比去年同期1476件 增加了390件 那破獲率本期是72.1% 比去年的66%增加了6.1% 那麼詐欺主要現在大概都是那個 網路的這個詐騙 那這個金額大概都是比較小的 但是我們因為我們是以建樹來算的 那麼在重點工作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 持續來執行檢數非法槍射跟毒品 以及檢數黑道幫派這個專業工作 那第二就是我們加強暴力犯罪的增防工作 針對社會所矚目的指標性的這個案件 積極來偵破來安定我們的民心 第三是加強切道的增防 第四更系來辦理我們強化少量 汽車車還有自行車的切道犯罪的 平和的這個計畫 第五就針對我們轄區有發生的這些 侵入住宅的切道或者汽車切道等等的案件 我們加強來偵辦 第六跟市府的相關單位 金花局 公務局 環保局 以及台電公司等等 一共共同來組成這個聯合機查小組 針對轄內的資源回縮廠還有中古汽車 機車行還有解體工廠等等 容易囂張的場所 每個月有四次的這個聯合查章的工作 第七是加強增防詐欺犯罪 這個也是我們目前的一個重點的工作 第八 加強少量毒品的犯罪 這個仍然持續按照我們警政署 所訂定的這個既定的計畫來執行 第九就是辦理各類的經濟案件 這個是協助我們各相關單位來辦理 那麼第三大項就是有關防治少年犯罪的部分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校園的這個安全環境的檢測 那麼第二就是建立安全聯繫的通報處理的 運作的機制 第三是校園預防犯罪的先導 一四容易滋生這個事故的這些場所的查查 第五 防止毒品入侵校園 第六 加強查氣少年的犯罪 第七 內館的少年查訪的作為 這個我們有分成幾種這個層級 分成三類 那麼有每個禮拜的 有兩個禮拜的 最少每個月都要做這個家父的這個拜訪 最少要有一次 第四 加強這個家庭暴力還有性侵害的安全防護 那麼這裡面包括第一 我們受理或者處理妇佑的案件的 我們的成效 那麼本期一共是 受理家暴的案件一共有2287件 那麼受理妨害性自主的案件有136件 第二就是我們有關家庭暴力的防護工作 這個資料請各位議員理事先生來參考 第三 有關性侵害的防治的作為 也是在資料上也有顯示 請大家參考 第四 對於我們嚴警 來強化我們有關專業的這一方面的智能 還有受理暴案 有關家庭暴力的或者性侵害的這一些 在處理的時候相關的類似的技巧 我們也會加強講習還有訓練 希望能夠避免這一些受害人 有第二度的這個 因為在做筆錄的時候有第二度的這個傷害 那麼第五就是積極辦理 護佑人身的安全預防 還有犯罪先導的工作 提高我們民眾自我防衛的能力 那麼第五大部分就是 我們有關交通現況跟工作的重點 那麼七機車的數量請大家參考 那麼我們目前的這個重點的工作 是放在有關這個酒後駕車的這一步 我們也加強來取締 那麼第二個強化交通的疏導的作為 那麼大概就是說我們在上下班的時間 或者說假日 就針對我們市區裡面 比較交通比較繁雜的路口 會派我們通人來做交通疏導指揮的工作 那第三就是有關危險駕車的這一部分 就是我們通常委飆車的這一部分 這幾天來經過我們不斷的努力 我想這個在我們市區這邊來講 幾乎大概都已經差不多 到了差不多節績的這個情形 那麼有關這個有危險駕駛 就是所謂飆車的這些青少年 我們都有做列館 也有做一些家戶的這個拜訪 那就學中的這個 應該是就學中中錯的這個 我們就輔導他繼續到學校來上課 那麼如果是無業的這一種 我們也透過勞工局來介紹工作 讓他有一個固定的一個上班的地方 避免這個再去做這個飆車的這一些行為 那麼再來就是說 防治交通事故的發生 在我們本期A1一共發生了124件死亡126人 比去年有增加了這個20件 這個我們會再繼續努力 那麼再來就是強化交通執法的這個交易跟先導 這個都是持續在進行 那麼對於這一些酒後駕車 還有嚴重的這個超速等等 我們會要求我們言請再繼續加強來取締 減少這些不幸的交通事故的發生 接下來就是我們從去年的4月9號開始 執行這個違規停車零容忍的這個政策 那麼也收到很大的效果 包括我們交通事故死亡受傷的人數大幅的下降 另外就是對於我們市區的交通的市容 也有很實際上的這個改善 那去年我們這個A1的事故跟那個A2的這一部分 就是在以本期來做對照的話 A1是減少了兩人 那村安工作的重點是在治安的平穩還有交通的順暢 服務的熱心 那麼這一項工作 今年剛好我們村安工作時間是2月1號到2月15號 那麼我們本市剛好發生這個0206的這個大地震 那麼很多這個在我們警力投入到這個救災的工作 好在我們市區這邊也沒有在治安平穩交通順暢 還有服務熱心的這個三大主軸 大致上也都能夠按照書裡面的要求能夠順利完成 再來第八項就是有關我們監視錄影系統的建置 目前一共我們有主機1785組 那麼鏡頭一共是17770支 這個可以講發揮相當大的功能 那麼在這一個監視器的部分 我們有關車牌辨識 車型的軌跡還有攔截圍捕 視訊的巡頭還有可疑車輛的搜尋等等五大功能 可以講對於我們治安發揮相當大的這個幫助 那麼第九列就是有關這個我們社區所望相助運作的情形 那麼社區所望相助我們目前一共是224隊 那麼每隊我們市府這邊也有編列這個補助的這個經費 原則上是一隊一萬五千元這樣來做計算 但是我們是看那個它實際這個運作的情形 如果是每週運作四日以上的是補助兩萬兩千元 那麼如果是一到三天的話 我們是補助一萬三千五百元 那如果是專案運作的話是只有補助三千元 這個是我們守望相助這個這一部分 我們尋守隊的這個運作的情形 那另外就是說對於這一些 守望相助隊的這一些熱心的我們這一些市民 我們非常感謝他們對我們治安給我們提供相當大的幫助 所以每年我們也編了六百塊的這個 次強活動的經費還有聯誼會 來表達我們感謝他們的心意 那麼其他的資料因為都比較就不是非常重要 因為時間的關係 請做以上的這個報告 那麼在這邊敬祝大會順利 謝謝 請請 Planet Jokun 給我記錄 客人 desk耶穌報告 請 我要ители 休閒報告 請 請 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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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老闆 客人 媒體的朋友以及警察局陳吉祥所率的團隊 及本府的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麼接著就由消防局來做業務報告 那業務報告之前呢 在本局 本局有新進的 這一個幹部移動是一位 是會計室主任蔡秋芬 好 那麼接著呢我來做我們的重點工作來做報告 第一個呢 在目前呢 我們到三月底呢 消防局的人力呢是992 那麼預算聯合是1055 相差有這一個 63 人 那麼十月份還會辦統調來補充 另外第二點呢 對於當前的業務重點呢 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是建立超前部署的機制 來強化防救災的這個效能 那麼根據我們轄區的23區76里的潛市地區呢 建立這個超前部署 另外也建立防災避難疏散地圖 也對這個轄內的轄小巷道 進行使兵演練 來提高各項災害防治的這個搶救這個效能 那麼本局呢 在104年的災害防救的深耕計畫 這個其冒評鑑呢 再度獲這個內政部評定為全國特優單位 那麼這是六都呢 聯繫五年 殘年這一個特優的單位 那麼第二項呢 對於前面提升救護品質 來台灣新這個救護車的設備的部分呢 那麼105年 截至三月底 之這個大院前的停止心臟病患的急救成功率 是23.04 那麼已經達到我們年度的目標23% 那並分兩梯次來培訓100位高級急救技術人 也就是EMTP 那麼通過呢 合格軍事呢 高達96% 那麼這些人員呢 現在都已經到第一線去從事 緊急救護的工作 那麼相信對緊急救護的技術以及品質呢 都能夠有所幫助 那麼第三個部分呢 是我們要動員民間的力量 來建構志願的服務網絡 我們成立鳳凰志工隊 婦女防火宣導隊 以及防災教育館的志工團隊 來協助防火宣導救護救難 水上救生等等 那麼在0206地震期間呢 也有10支的民間團體呢 來配合這個收救的任務 那第四項的部分呢 我們來加強防火宣導 降低這個意外的傷亡 那麼本局落實執行公共場所 消防安全檢查 以及防範氧化碳中毒的居家仿視 及先導燃氣熱水器的正確裝置 應編列預算 協助設置自宅用火災報警器 那麼目前呢 新的住宅呢 這一個公務局呢 也配合有要求來裝設這個火災的自宅的警報器 那麼期望能使這一項的工作能夠普及化 來確保社區民眾的安全 那麼第五個部分呢 就是0206的震災呢 整合多方的管道 提高收救效率 那麼在本次的救災呢 總共出動這個警疫消呢 5685人次 那麼救出民眾呢 396人 那麼在這個救災期間呢 也啟動了CCIO的救災指揮系統 建立管理機制 能夠盡早來執行救援任務 縮短民眾的受困時間 那麼以上是我們本期的重點工作 至於詳細的細目呢 從104年的8月1號到105年的3月20號 我們在工作會篇裡面 都有會整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慶請我們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來參閱 以上敬請指教 慶祝大會 順利成功 謝謝 請教 慶祝大會 請教 慶祝大會 現在 請教 慶祝大會 劉美琪議員10分鐘 請 謝謝主席 我們兩個局勢的局長 還有所有的同仁 早安 陳局長 來和您檢討研究一下 你剛才在說我們的業務報告的時候 特別說切案 汽車切案跟機車切案的部分 我有去調資料 因為我最近臉書很多 陳大的孩子來留言 說他們機車失切 然後好像還蠻嚴重 可是我是有看資料 其實當局是排第2的 還有人第一名 我是第2名 那就機車切案的部分 因為說真的 陳大校區那附近 因為小孩坐 學生坐 大家機車也坐 因為孩子說真的 現在一部機車 都7、8萬、8、9萬 那一部機車對小孩來說是 是算他很重要的財產 所以對他來說也非常不方便 可能最近有很多孩子 可能就是有機車失切的狀況 然後可能我們警察局這邊的業務 沒有幫他們找到車子 所以他們都在我的眼書留言 而且是很多不同天來做一樣的留言 所以我說這個部分是不是就校園附近 像大學校園附近這種機車切案 是不是可以加強巡邏 還是用什麼其他的方式 可以來加強維繫一下他們的財產 這個局長 是的 謝謝陸議員的指教 我想這個機車甚至於到自行車 我們還是在這邊忽異 就是說你當事人 最好就是你停車的地方 自己要離開車子的一定要上鎖 坦白說新的都已經21世紀 跟以前我們現在應該就人性不古 現在這個時代 這個 有時候說立凡是塞在就要把你招開 說何況 說還沒塞 當然我這一部分就是我們負責治安 我們責務旁貸 剛才議員您所指教的就是說 我們加強巡邏這個我們一定要做 我們加強巡邏我們甚至還要加強偵查 偵辦甚至偵破這樣子 那麼就是在沿頭的部分 還是在那邊呼籲所有的 你有車的啦 不管77車也好或者腳踏車 最好能夠加個手 我想這個 這個基本的觀念應該都有啦 而且最好是買好一點的手 不要說真的嚇了就開那種 可是我們知道都是 我還是會聽到 有的人甚至說 我就離開擠了 我到市面買個東西而已 有些甚至連那個汽車 鑰匙他都放在就擺在車上 那汽車更不用講 大家都貪圖方便 我現在不是在指個案是誰啦 但是像這樣的情況 都還是比比這一次 我們就是說也透過 今天議會的這個情形 謝謝議員對這個問題的重視 那麼這一項工作 我們一定會再加強 我們今天包括我們秦大大隊長 各分級長也都在場 他們現在就已經接收到這個信息 我想我回去會再做要求 好 這個就校區附近啦 另外我們脫掉業務已經上路了啦 到現在剛好17天 15號上路嘛 17天 局長你覺得警力夠不夠 這個是因為我們市府交通局 跟人家訂了企業啦 那我們警察局是配合要 等於是在當時訂的企業裡面 我們必須要做配合 那麼一天要用26名的警力 26名 假如說再用這個 我們這個什麼輪修啦 什麼這種制度來推算的話 等於一天要用40個人 事實上是 對我們目前 警力不足的這個情形之下 也是一個負擔啦 但是我想脫掉有 他脫掉的這個作用或者功能 對於市區的停車秩序等等 還是有幫助 我想這個 我們因為 因為這個是一個 必須要配合他們來執行 因為這是一個執法嘛 沒有警察配合 他也沒辦法脫掉 所以這一部分 我們也沒辦法推遲 對那我現在告訴你 我記得我上一個會期 有質詢 因為我們這次脫掉 脫掉業務開始之後 我們這26名警力 其實除了交大以外 還有各個分局來做配合的 對不對 對 那我請問一下 各個分局來配合的這些員警 他們是不是還有自己 轄區內應該要做的工作 因為這樣子 我們去年把那個交大的警力 引出來 定義說 也是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釣菜處理小組 我知道 參科議員的經驗 我也覺得很有利 所以 剛才成立交通分隊 現在這個分隊的經歷 都算配在分局裡面 包括邱和處理 定領 因為這些 原來交通分隊 這些經歷都是 交代的經歷 釋出來的 釋放出來的 所以 在這一部分 我想 最大的研頭 還是在於說警政署 他們 補充給我們的人力 因為這目前 我相信 這個 退休潮 應該是已經 慢慢的 已經 從谷底翻上 慢慢的 比較少 經政署 訓練 這個經歷 我是樂觀的 看法就是說 這個警力不足的這個現象 慢慢的會改善 我想在三五年以後 這個情景會沒有 局長那個還要三五年 我現在是跟你檢討 現在的 脫掉業務的部分 你先聽我講完 因為現在 我們交通隊 支援的是九民警力 甚至是其他分局 去做支援 那其他分局 其實是有 就是趴出所的 他們有轄區的業務 他們來做 拖掉後 他們還要回去做 他們轄區的業務 他其實工作量 是很重的 那因為交通隊 他是專責的單位 所以他們其實 只要執行完 他們的業務之後 回去 現在開庭 照你說開庭的部分 像我上面這時候 我就說要在 我們收費 收費 我們的脫掉場那邊 就是要同一時間 一併處理完了 可是現在並沒有這樣做 這個 我會要求交通局 要配置人員 給你們去做開單的動作 可是啊 在這個之前 就是交通隊 拖到交通隊這邊 你們是專責單位 你們回去 你們的業務 就是把那盤開開的問題 就是趴出所的兄弟 不是啊 我們趴出所的兄弟 當然回去 他還要開紅袋 以外 他還有自己的情務 他如果是有轄區 他是不是還要做人口 什麼 會的 會案件 他自己的轄區 自己的任務 他回去還要再做啊 他只要你不知道 那裡還有第一輪 做六天沒有效的 知道嗎 謝謝 我這個 大家都不敢說你愛齁 真的感謝劉委員 對我們這個環境的關心 就是說 因為這個脫掉 剛才像劉委員說 指教就是說 我們剛才這庭十七天而已 這個部分 當時有跟交通局說 最少三個月以內 一定會做一個檢討 那麼這一部分我們 有關這個 議員您所關心的 有關警力的配置的問題 我想我們內部 我們 自己再來做 做調配 因為剛才開始在做 我們總是要切一下 我知道啦 現在還在磨合期啦 我是想給局長建議 我們還是要抽出一個分隊 既然脫掉業務要做了 這個警力就是沒有辦法減免啦 那既然這個警力要減免 我想不要用這樣補來補去啦 你還是要成立一個分隊 所以就專責在脫掉這個業務上面啦 像高雄市一樣啦 因為 你專業 你不知道怎麼做那些工具 你讓他 還沒分給我業務的 再來做拖調的 怎麼還沒說啦 他也會爛啦 如果拖有就好了 也不是要拖啊 他回來 他開段時間比那個比較久啊 比他執行業務的時候比較久啊 這樣是這樣 我還是建議我們局裡面還是要用個 專者的分隊處理這樣專業的業務啦 當然人不夠 現在這陣子大家有來這裡做的 覺得他想要待在這個專業的單位 還是說還給一些少年來專責的單位來做 我覺得還是要把人員補足那個才是重要 因為拖掉不要這樣子 每個分區掉來掉去掉來掉去 不一樣不一樣人 還有追紅單的紀錄你知道嗎 我們那一場還有要領車 找不到遠景的 人家拍出所的休假找不到人啊 所以這個業務變成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也會有很多困擾啊 因為你拖出所來自願的 如果休閒了 譬如說他落班了 他休閒了 他可能關機啊 然後他開了那張紅單有問題 可是沒有 人家要來領車了 找不到那個警員 沒有辦法核對資料啊 所以我還是跟局長建議啦 就是就這個部分喔 你們還是要用個專責的分隊 來處理這樣的業務啊 才不會以後會有很多麻煩啊 是 是 謝謝 我想那個 議員您剛剛所指教的這一些意見 我們交大大會長在這邊 我們把它記錄下來 在我們內部開會也好 或是我們跟交通局來開檢討會的時候 一定會把它 就是每一個逐項我們會拿出來做檢討 希望能夠把它做到 也能夠 業務能夠順利推動 然後我們員警也能夠 能夠樂於來配合這個工作 arbets前一抵送的 後面的花一個月 帶注藝衪議員這時時間10分鐘 謝謝主席 南瓜先生 我們李局長 局長 你先坐坐坐 請 doses 李局長 李局長 真辛苦啦 嗯 好 在今 shot 今年過年來 發生這個大特工 是 我們所有的金格 金格齊匯的團隊 大家都沒用到 所以這個機會 也把這裡放在那裡 就要輕盈一下 我要問的是 我們今年的統調 我們局裡面 今年一股有幾個名額 我們有二十一位 二十一位 今年要統調的啦 對 OK 好 好 你請坐 陳機長 你那麼坐就好了 你不用站了 我吼 我也感覺純粹說 拖掉這個問題啦 都不是你們的錯 我們的主政單位 要做這件事 基本就沒去俗客 他委外脫掉以後 我們整個警力的配合 要怎麼去處理 他不要的要委外脫掉 只要我們認得 你怎麼知道那是愛到怎麼 以前完全沒有的 但要跑來 也是拖啊 像那鳳凡廁都在做生理 他們家剛才三角頭都自己的紅線 他說 我自己的車要怎麼進來 人家菜池 全補 沒有人跟停臨時車去買菜 本來的傳統市長就已經有夠搬經營了 大家要怎麼死 我講過 高通局 他覺得好啊 委外 四榮整頓 他跟他科路說 你們敢有法做整理的配合 你委外出 大家 委外出他也要賺錢 不重要的也拖啊 包括人家自己的輸 你的土地聽起來也一樣拖啊 所以這做到有夠困了啦 這都不是你們的不對 都不是你們的不對 是他們做這件事的時候 都沒有去宿舍後面 這要怎麼配合 我們整理 我們的這些兄弟都不夠用了 整一宵全部都是一整一宵 我相信兩位局長都非常的清楚 那麼 一天還要二十幾個兄弟去配合他們的拖車 結果那些兄弟回來還要跟母自己 分來的工作 母家說人壓麻煩 這都不是你們的不對 當初 要做這件事 問他在交通局長 看他要怎麼打負 我感覺說 要做一項事情 一定要輸到非常的桌前 我定義宣一句位局長 我們的整理都不夠 你說過 我們每一年 所有被他出來的婚發 客戶的婚發這裡 都不夠讓我們國館市在輸贏 因為我們的人材 不是你說的說像在罐沒有的 一個罐就多少出來了 向著應付 我們不是 是一個人材 這樣鑑黏出來 鑑三生出來的 你看都不夠用了 結果咧 我們整個合併醫藥 負擔的工作這麼多 尤其 我們每個分局的 處理小組 很可憐耶 人員都不夠 大家炒了要死 那個請賀發生 開始 散病 你看路這麼人的往返 在那裡 在那裡 人員都不夠 所以說 這麼多的問題 我們要思考 要怎麼 來處理 因為 我相信 今天 在我們藝術 聽說 讓我們了解 我也相信 我們所有這些幹部 我們要怎麼負責 來做好 包括我們消防局 我們的救護車 也是出息率很高 而且 都是靠到這些經濟 稍微倒協助我們的工作 因為在整理這塊 各自 各自去負擔 尤其 在我們消防這塊 我們的火有比較嚴 所以每次火災的時候 大地震 說得很快 人叫起來 沒怎麼 就好 那些東西 也是要給它 消防 不然就沒辦法去救 像 今年 我說的大地震 已經嚴重到 又等水 又灰災發生 結果整片也燒了 但是 這就無難的事情 不是 我們 兄弟在那裡 都沒有錢 就是因為沒有水 無難的事情 所以我說過 你們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今天在消防裡面 我也是要建議說 這個人力的問題 以後要怎樣去處理 我們要做 做一個時刻 在這裡也要跟陳局長 慶頂 他們在過去 我做台南官的議員 到現在學賓 你在管市 這樣非常辛苦 這樣這麼久以來 可以說 一些大件 你就是這樣做政指揮 你的人不是聽人說 你去辦之後 怎麼來幫我報告 你不是這種的個性 所以在你的做政指揮之下 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們有很多大件事都一一來破 所以說 這都是跟我們很堅定的 因為事實說 是很不敢 你沒有來看這個 警察局的職務 但是阿姨你的身份 就沒辦法 所以說 很不敢 也就是 把你堅定 你在 這個 警察公務 這隊 從少年到現在 真的是 全力以赴 非常把你堅定 這個 你剛才聽到 你這些補修 這些補修 大家也都非常鎮靜 因為 只要發生事情 大家就是這樣 扁扁扁扁扁 要怎麼來減輕 就你的負擔 這兄弟子真的是 很謹慎 就是 你這個主管 帶了大家 跟你堅定 在這裡 也跟你 這樣覺得 不捨 但是 也是有 你人生的幾位 為什麼要輕鬆一下 那 至於 我們的旅局長 因為 你還要繼續 帶領到 我們這兄弟子 因為 今年 我為什麼要問 我們有幾個 買統調名額 因為現在 就很多人 都一直想 回到我們台南市 服務 可能也是 阿姨說 名額有限 可能是 統調的 可以回到的機會 也沒有很多 就是說 你也是 繼續帶這兄弟 要繼續 衝 因為包括 我們一些 小風氣宅 我們也是 都知道 我講過 真的是 在台南市 烈心的 有夠多 大家 這樣 捐獻像 社會局 我們那些車 我就去 辦公室看到 那些愛心的人 出車 在給這些 殘葬的人 這樣 送他們 往返 家裡 醫院 這種 我覺得 真的是 那些烈心的人 都很感人欺負 包括 在我們的捐獻 這一個 區塊 我們在我們仁德公 公所 四月份辦 那天 我們台東愛心批 有兩輛捐獻車 結果 那個車到那個暗 這樣 剛才 兩輛五百八十五台 兩輛車 我去現場 因為我是誰辦 我覺得 媽媽 爸爸 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一輛五百CC 所以說非常的感恩他們 我說的 監獄帶救醫命 這就是一份社會 藍年科股的紛亂 我在這裡 這是我的建議 非常謝謝 下一位 譚比爾議員 這順時間10分鐘 謝謝 感謝主席 我們 警察局 我們的陳局長 消防局的李局長 我們警察局團隊 我們消防局團隊 我們消防局團隊 這個 局長 剛才我們議會當年 都有這順 我們現在交通大執法 回歸停車 林榮人 但是你們知道 局長 市民 對於這個 林廷 也快要 林榮人 市民 他不是要 要修法 但是 停車位就不夠了 對不對 所以停車位不夠 我們說市長就好 只有公立市長 水省京市長 他有地下停車場 對不對 對 啊 有比較多的停車位 但是其他 公立市長就對了 幾乎 一位難求 我們買一個菜 就要開端 所以我們取地違規是可以 因為我們開端 為什麼 倒是說是一個手段 不是我們的目標 不是我們的目的 對不對 對 但是你要讓市民修法 你要停車位有夠 市民 有停車位你不要停 這樣 就是 我們就有這個正當性 可以開端 因為有停車位你不要停 對不對 你就是 怕說 要停車收費 所以 我們買一個菜 要開端 所以本身是覺得說 要取地違規 是可以 但是 我們台南市的這個停車位 真的 很嚴重 很嚴重 很大 這個問題 所以我說 不是我們市民 都要違規 拿不到停車位 所以 所以 九龍九龍就要整個 就對了 我們台南市是 文化太多 你看 車上 老空主廟 附近 停車位 嚴重不足 沒有 方向客 如果開車來 停車 也沒有停車位 這要怎麼解決 對不對 這 就是我們台南市場 為什麼 我們的市民 真的糾纏 真的抱怨 是一個 香港的原因 所以 我是希望 局長 因為我們停車位 嚴重不足 所以我們的警察 兄弟 要開端 的時候 就是智慧 你知道 日本 的警察 在處理 這個違規停車 是怎麼 局長 你敢去日本 我去日本觀光 我們沒有觀光 都開自己 都幾天 這樣去 去 局長 我跟你講 日本的處理 為規定的停車 是怎麼 來 他們的順路車 只要一邊 把你圍繞 把你駛你的車好 對 而且 第二邊 又駛回來 廣營市 說這台車 車主 車快開 出來開走 不然就要你開床 所以這就是說 我所說的 這是手段 不是目的 我們有這樣做嗎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希望說 我們可以向日本學習 這樣 老實說市民 沒有話說 我們要鑑定一下 還是說 買一杯咖啡 還是說 買一道菜 像我們水生營市場 我們有一個卸貨專區 卸貨專區 卸貨專區就是 要讓那裡邊的 癱瘓 要停的 要下火 還要我們 趕快走進去 開床 所以我 台灣說 我們是怎麼行 人客要怎麼來 趕快來 所以市民市場 就是我們 台南市停車位 這麼多 你看他們就這樣 黃潤是其他的 區的 那個停車位 所以 希望 本市希望說 局長 跟我們這個小孩兄弟 跟他講一下 現在經濟真的有夠壞 各行各業 不管是店街 還是路邊站 大家就 哀嚎 叫哭連天 所以 本市希望說 我們的小孩兄弟 生活很辛苦 經濟真的有夠壞 趕快 趕快 趕快智慧一下 趕快智慧一下 趕快智慧之後 他不來 開走 趕快開床 這樣可以嗎 唐妍博克 我完全同意 剛才你所提到的 有幾個意見 我也是覺得我們市區的 這個 尤其 越有這些 正觀光景點的地方 停車實在是 越困難 包括 剛才說的 這些傳統市場 因為我們台南市是 我們台灣第一個 都市嘛 所以當時去早期 我們生命的時候 可能 我們沒想到 未來發展到什麼程度 所以有些 比較重心才 停車的困難 其實我也都知道 所以這本 第一起步 裡面 我也要跟高中 建議會說 我們有路外停車場 或者 武力民間 看看能不能 興建那個 路外停車塔 等等的 所以 但是 我今天做警察 我不能說 就是事而不見 比如說 禁警 因為為什麼我們有 這個違規理論 就是 有的實在是 什麼的橋橋 你是說 併排停車 他覺得 說 王山會聽 我選併排 我也要入市 我買一個涼的 買一個便當 他們 他們說 發生不停的事情 所以 我也接受了 很多 市民的 這個 所以 我在想 違規理論 這個政策 當然我們沒有說 特別對外去講什麼 但是我們在我們內部 我們坦白說 就是說 你對併排停車 當然是 列為第一個取締的 那個 再來就是路口 人家路口要專門 要什麼 搬馬線 還是說我們公車的 那個 那個 停車站 要停車 讓你停車 停車 還有消防栓 這有什麼 要記載消防栓的 所謂 其實是說 本來人家要停機車的旗 消防栓太重要了 對不對 所以消防栓 消防栓絕對不可以不停車 我們看狀況 你像指揮 我們的機車安全庫 其實我們也是專四行 一個是 九號駕車 一個路口中 一個是 未必規定兩萬左轉 再來 一個逆向行程 因為 我們去選擇這幾項 主要就是 這些人 這些違規的行為 帶來 後患 比較嚴重 所以其他的 我東亿 sticky 這個資格我會很多 我們來報告 對 我說聽聽 日本的競技 還做得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日本的警察的駛駛車 出來駛駛駛的時候 當然 譬如這條路 他要左轉右轉 你知道嗎 他要處理的時候就對了 因為看不到對左右雙方的來車 他就日本的警察駛駛車就太方向了 我們現在要處理了 我們要往左邊 所以請我們的市民要注意 人家是做到這樣 人家是做到這個程度 所以這點 我也希望我們警察兄弟 可以跟我們合適一下 很貼心 在這裡 怕說開動到我們的市民 因為看不到左右來車啊 所以要出來他就請廣播 我們要出來 請左右的那個民眾 要注意 要請教長 要做什麼 不過在這裡 本身也要把教長去堅定 我們上個月破獲最大的詐騙集團 對不對 是 詐騙集團 是猖狂囂囂張得到 最近就對了 只要說我們中央 就有這些詐騙集團 在肯亞 在 一人馬來西亞 在其他所有的外國就對了 都 騙了 我們台灣人已經被騙到都知道了 不會再騙了 所以現在去外國騙了 騙中國大陸的人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的人 將這些行為都押到中國大陸 當然這是重要的事情 所以 我們破獲最大的詐騙集團 都做多少 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你上面我們入了一個二十九月 二十九月 二十九月 所以 詐騙集團 他最大的是我們台灣人 對 所以詐騙集團 實在非常困惡 你知道嗎 因為 給他詐騙就對了 搞得家破人亡 市民有夠多 我們這些老一輩 一死人 欠重內套 立即一條錢 結果這樣去 還給一分鐘 這就是覺得說 針對詐騙集團 我們要有修法的必要 有人發太輕了嗎 他一次 騙一百萬 兩百萬 三百萬 五百萬 對不對 結果是一年一上 七年一下 會這個徒刑而已而已 想過輕 還可以假釋 應該要加重其刑 尤其是壘犯 壘犯 但更加要加重其刑 當然這是必須要修法的 所以我會加 我會歡迎 我會兄弟姊妹 我會說 針對這一點 我們一定要習慣 因為 得來太容易了嘛 對不對 你只 隨機就對了 本身也接到 你知道嗎 不過我做了一次而已 就要靠 對 快點把我救 我就說 你是誰 好 我就一直靠 你不知道我誰 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 不好意思 我聽不出來 你到底是誰 你敢不敢說 告訴我 結果 聽五秒 有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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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告陳一貞議員 那個困十分鐘 現在請李文鎮議員 質詢10分鐘 那個德霞那個主席 我演繞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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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局長 因為我們的局員 我們要給他們一個觀念 因為我們的局員 就是人民的保母 這個局員 他就要讓我們安基六頁 要讓我們晚上好吃好睡 我們這個局員 是給我們學部的 我們現在這個局員 現在開庭為主 我要怎麼說 希望你的這個局員 我們的局員 在我們做得好睡 對不對 局長 你在說什麼林農人 在說什麼不收幾季 我看見政府最不收幾季 啊局長 我說這樣你不知道聽得懂嗎 我跟你說齁 像我們在直訊的時候 你就 像我出去這樣在看 我們的警察車 有時候你在自行公務 或是說有時候你要去拜訪一個人 你也就要一樣 要把車停好鎖定對不對 局長 我請教你 這部門是看 你簡單我回答就好了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當然是要叫議員說 但是說 緊急在處理事情是沒有受這個限制 沒有啦 啊我跟你說啦 局長你說你沒有受這個限制 如果緊急在處理事情 如果這樣的時候我今天我一個冠軍 我今天我一個東西 我要冠軍送給客戶 我今天 我要裝一個三點半 我今天我要辦一個公 我要做一個行李送一個會 我載一個孫子回來 給我的孩子 我來幫我載一個孫子 我跟你說齁 局長我們哪有一個觀念 林農才是真正國家的主人 你我們警察 我們公務人員 像我們做議員 都是人民的公報 我今天我文青 我今天有這個議員 我是人民受管 我這樣 文青你就是我做得好 你如果我做不好 我就跟你試討論 現在是因為我們這個 制度的設計就是說 我做好也這樣 我撤壞也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能說今天 我政府 政府我就是在自行公務 老百姓他就不是在自行公務 今天如果沒有老百姓去探錢 去做生理 辛辛苦苦 交稅金 我們哪有一個心水堂而已 所以 我們的政府 有時候我看 我們的這個警察車 有時候他要去自行一個工作 他也是一樣 那是怎樣 我們也不能怪這些警察的當年 這就是說人性 人性 所以 我剛有可能說 我那個 我就載一個孫子回來 還是說 我要來 一個會 我要來送給這個人 我剛有可能說 一架車停在100公車 停在200公車 連我又一台車 還是說我車停在那裡 我還要把孫子帶回來 還是說 來來帶孫子 這是人性 人性 所以 是怎樣 剛才我鄧議員在說 就是說 日本的警察 還有很多朋友 住在日本 我都會他請教 不然現在網路也自信很發達 所以我說 我們在說 林農人 是人民對政府 林農人 全世界的這個國家 只要他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就沒有那個說 政府對人民 林農人 那是這樣 不是對禁 對違規 違法的行為 你再聽我講一下 我跟你講 違規 剛才我有講 說不要聽 你像我們在說 反代數三分鐘 公務人員有在說 那個那個 把反代數 給他禁起來 我是都照幾斤 你這樣局長 你 但是我說 10個8個沒有禁 所以 我們自己 先檢討自己 哪有這個 政府 只要檢討老百姓 政府自己 沒有檢討自己 我請教你 那個 我們現在 那個台南市一年的 這個 違規法看這樣 開多少 應該 行動沒有很多 這可能要問 我們主界 我跟你說 在全台灣 齁 如果沒有說 有這個 如果沒有接到紅燈 這樣 我看可能齁 可能變得到這個 這個 樂透比較少 變得到大家樂比較少 齁 所以 這個政府已經是 把這個開紅燈 動作一個政府的收音 齁 動作一個政府的水音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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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齁 局長 你今天我們政府 我們就要檢討說 這個 齁 我們 是不是公共設施 有夠沒有 齁 是不是聽車廳有夠沒有 是不是台中文書有夠沒有 齁 齁 我們今天政府 是不是做好事沒有 還是說這些公共設施 齁 所以 其實今天 交通的問題 它的原因是 很多 齁 齁 當然你政府 你很簡單嘛 你就是說 齁就是因為你不收法 不收規矩 齁 齁 所以 這才會造成交通安全的問題 齁 所以我今天我就要 紅燈的開齁 齁 那時候我現在可以改善 這個交通安全的問題 齁 你們就把這個問題 一個簡單化 齁 這就是獨裁專制 齁 那種圍館齁 齁 那種的一個關聯 還留在我們的 這個 齁 齁 所以有時候我聽得到 很感動 我們警察的當年說 李議員 齁 我也齁 我的親戚朋友 我的兄弟姊妹 也有在白露名單 齁 齁 有些警察的當年也是說 對 現在我們都要 這個服務為主 齁 齁 所以 我們今天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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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齁 那個局長最近提安好了嗎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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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因為我請教你那個我如果請胖金找不回來要怎樣 就準備好了就找不回來 如果找回來好運找不回來就找不回來 對不對 所以局長我是怎麼說這樣 就是說這個我們今天 我們說有風犯罪嘛 剛才我們說詐騙集團嘛 詐騙集團其實 他已經在我們的社區存在很久了 今天我們的境外 如果是說有全心在地安的上面 你不要讓他這樣做那麼多工作 你今天你叫他去開庭 當然他就沒心在地安的方面嘛 所以詐騙集團 他已經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已經存在已經很久了 經年的時候我們不知道啊 這就表示說我們的境外 可能是因為我們所做的工作太多 可能你現在把這個開庭 我點到動作是要緊的一個工作 我們知道說 現在這個時代 這也是一個專業的分工啊 你像今天我做民理代表 我還要做白人頭路 你想我敢不可以全心來這個問情 不可能的事情嘛 今天你如果要做地安的警察 你要做交通的警察 今天我們在說人民的保母 你就是要去了解 我們的一草一木 這個人和風吹草動 我們都要知道 要做到這樣 我們才可以來無法犯罪嘛 對不對 你要做到這樣 就是說你要讓他專心嘛 你也要讓他這樣 啊 啊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像說 啊 這個車我們去用頭盆去之後 當然 我跟你說呢 今天如果有錢的人 不要緊呢 今天如果說這台車 就他的這個 啊 財產 他要購這台車 啊 來 啊 這個賺錢 還是說這台車 他要再貸款 這樣要怎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 啊 這個 認真吼 這樣去冥雜 暗號嘛 我們就要說 不可以讓這個車 去給車子把我們砍掉嘛 我們就要無法勝利治療嘛 那不是這樣叫做 但是你今天要叫他開洋団 你今天要叫他做 責任坐的工作 他要能夠專心 在這個貸安的上面 所以當然這個貸安就出問題啊 你過這壁就失去到這壁啊 所以我現在要說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 博物圍中 要主動的精神 這個開洞 這個是一個 消極的東西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貸安 所以 我們聽到 一些民眾 他的車子要跑去 找不回來 我們把警察批 也沒有路營啊 對不對 就這樣我們做什麼樣的感想 這樣我們要怎樣 好 說啊 你就拍文啊 啊 你就 可能 哦 你 你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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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議員,這段時間10分鐘 感謝主席,市政府沒有辦法開源截流,抓老闆開桌 但是最沒過的就是你們這些最歷史的警察 要配合市政府的政策,紅營團一直開 這些被開紅營的人,不知道說後面就是我們市政府沒有靈,沒有辦法開源截流 來騙這個稅立,抓老闆開桌 被開檔的人,每個人都在找你們這些的警察 這實在是真的有夠不公平的 我的建議他們都要找市長 我說得比較不對,你覺得不對嗎 你想想,我們台灣要不夠支撐,不要怎麼支撐 人家在外國全世界各國,都來我們台灣的黑人宅 黑客機的人宅也好,工程的人宅也好,醫生的人宅也好 我們台灣的肯定是一個詐騙案就對了 人家在搶林宅,我們在搶林煩 搶回來,回到有基調,趕快放他 繼續含海我們台灣的老百姓 還敢無靈到這種 自己不敢敢敢死,不敢敢敢敢死 人在敢死 這樣整天在那裡搜山道士 這有比愛還是沒有比愛 八千萬千萬要八給金,你也要退休 我跟你說我做議員做到現在,我沒良心說是一個良心的事業 我對到這一處,你跟說我們這個四五當情台南市到四台在吊車而已 四台吊車的,警察局在吊,有人檢固下去吊 還有什麼聲音? 現在叫做違規林農人 這句話好像我聽到我也很不爽快,我講真的 事實說,你們要把市場整頓得好,要交通經驗順暢 對一個不支持,要支持 但是你還要說今天要做什麼 這就是我們台南市,上後的市政府做成的 它交通的規劃在哪裡,清潔中的設定在哪裡 清潔中嚴重的不足,沒有鼓勵民間去開發我清潔中 那你叫八歲停車在哪裡,我請問我們在座家 所有的官員,文部百官的官員 你們,那個,北京王開發什麼,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的去手,沒有的去手 大家頭都都有啦 那你把租啦,要怎樣 那沒有那個就是都很好,觀光飯店在吃飯啦 觀光飯店才有停車到嘛 你們才有考慮到路邊的生理人 攝團如果好,大街攝航路邊的生理人 紅色團在亂威,現在吊車吊到外憑眾 你知道嗎?吊到無謀行,你還沒在吊 吊錢啦,啊,那個,和政府在拆葬 互相拆葬,比較來本錢 不像我這樣吊脆,吊脆的,啊, 比較來本錢,現在拆掉,拆掉為,那個,機車200塊 那個,拆掉為,拆車900塊 後面,還可以發一個金,那個機車還可以發一個600塊 啊,拆車發多少,拆車要發多少 拆掉,拆掉,拆掉,拆掉就要2000塊 機車800塊,聽車半你的,機車還要捏一個25塊 啊,這樣拆車多少,聽車多少 拆掉,拆掉多少 補關費 補關費啊,就聽車還要收個補關費 啊,這不是在抽錢,不是什麼 是要付800塊的 200塊,啊,拆掉就要400塊 這明明要付800塊的,叫這些生理人都不用做生理了 都不用吃飯了,所以聽一下 你看,我們有時候,我們就要做一個選擇 有時候,他們如果聽車買一個東西 不用就隨便開店 不用擔心 要擔心老百姓,他們要怎麼生我 你看,雞頭貓,我們台灣是 美食,我們那個台灣傳統是我們的美食 全補台灣的文化,就是要在樓邊吃東西 你想,如果拆開這種形,紅色的這種形 第一,就對了,我們八年要怎麼生我 大家,店民都沒辦法做生理 都沒辦法做生理 啊,這個,我們市民老闆,這些消費者 要怎麼消費,聽一個東西 要吃一個,用一個餐也好 買一個糧也好,要來做一個消費者也好 你自己想,他們就對了 好像沒什麼,我心裡就一直拆紅 一直拆紅 我隨便聽了,不知道怎麼會 這做生真的,我們做民族的壓力多大,你知道嗎 大家就對了,大家就到福祉,我好像 鐵朗立紅座 我,我合理來,說去跟警察說,你這地方不要開啦 民主做好啊,你也不會這樣做 啊,我也沒有要欠你們這個全文 啊,我就自己立立就好了 我就自己立立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就不要關閉民返 這市政府實在是真的有夠惡劣 丟臉丟到這種形 啊,現在我們這個就對了 現在,這個大調調就對了 又是外觀市,我們這麼標的喔 標到真的,實在說,沒臭,沒笑,真的有 啊,我要負負,這兩個協助就對了 比較差不多的,比較有良心的 如果沒有丟臉門門來,大調調調 啊,如果,調到含航仔底了,你不呢 叫做,航仔底捏,那裡不買航呢 你實在不講你啦 人家航仔底的門口,也不能停車 含那個,你不在調 我,所以,我有在這裡豪育 我們這個調調調調調調調 有時候就要在那裡邊倒了 吵一句話,他們不在吵這罐的 啊,現在吵吵了,回去含市政府在那裁賬 啊,在那補賬 這實在是真的 實在有到苦虧,苦虧自經 外國人要這樣好 外國人要這樣好,有人外國去吵什麼人材 你這樣想,我們台灣是在吵人反呢 這個國家不知道怎麼檢討的政府 新政府還沒上去 古政府還沒作為 剛才李文正說的 我們都八歲選出來 我們的管理是來自八歲給我們的 他今天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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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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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結到問一旁一旁 她肚子壞事 請請 到這裡就對了 究竟我希望說妳要下臨以前 她這個 交通違規 我特地是支持 恥庸可以翻難一心 交通可以警戒順暢 但是有時候 八成才搞到一個紅色而已 要怎麼裝完一個 有時候跟她嬌討一下就好 旁邊就開了 那個艱苦人你開一張九百啦 幾百對她來講 她是多嚴重呢 你看路邊一個十二人 拍兩支孫子在那邊 那全部沒了 六百三百 都不用本來 六百三百 你開一張串 你看 她就對了 回去反正 蓋離米酒皮來就好 所以剛才我就說過 我們所有 我們這些公佈問的 每一個人 基本薪水都是 八成 繳納 稅金 大家都有在繳稅 站在那邊 連繳稅 拍照稅啊 對一個咖散的 也有在繳稅金對不對 你住房子 也要繳納稅 繳納稅 大家也有在繳稅金 對一個人沒有繳稅金 她沒有繳稅金 我們做民台的 比較有一人而已 比較有助理為人而已 請贊助理 沒有繳稅金 你們比較有 薪水的人而已 比較有貴油金 所以在這裡 安倫要提供老百姓 一個心境 他們的艱苦 目前 經濟還這麼厲害 這要割你的地肥 因為這個問題 要用地肥去處理 我是希望說 你要把我們台南市政府建議叫他們停車場 解釋過 鼓勵民間 道主 做過停車場 這是一個 最初有的人解決這個問題的事情 不想你停車場都沒有 只要一直撩毀鬼 停車毀鬼 啊你沒有停車場 叫他這裡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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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裡是 以上 我在這裡做一個 這個 警察局 和這個 安小郎局在這裡 給大家報告 啊我也希望說 政府啦 對這個 尤其是這個 詐騙集團 這是有夠惡一個 騙到家婆檸檬 甚至人家 和九十多騙去呢 貼油金都不去 每個人都不去 甚至為阻鎖 啊 還有 再幾一分鐘喔 錢都騙了 他們都落在那裡 啊 還能住三個月嗎 啊 他們的 待會兒鄉收 啊 這種的無惡質 什麼叫做惡質啦 啊 現在抓去看啦 最久就對了啦 都要破兩檔啦 我知道 最久都要破兩檔啦 什麼都七檔一啊 最多都破兩檔啦 兩檔 加石一個沒多久就出來了 他出來了 又來越來越啦 啊 這種的無惡質 什麼叫做惡質 啊 你看 這樣 那個 台灣騙到現在了都去大陸大陸啦 大陸墾泥牙啦 什麼馬來西亞啊 四個大陸啊 啊 遙控在那裡騙這樣啦 啊 現在 如果犯罪 去外國人的法令黨 我們這裡就趕快把保護回家 保護又放他 啊 抽這個人犯回家要做什麼 抽這個人犯回家要做什麼 有夠無聊 真正的 啊 自己的小孩不知道 用到咬死一下 有什麼不好 好 以上在這裡做一個建議 啊 順便給你共議啦 你要退休啊 你有多辛苦 感謝 感謝 謝謝 謝謝 請那個 陳衛珍議員 他就很時間 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局長 今天大家 看見你都是離情依依 你坐下 你坐下 你去睡覺 大家給你問很久了 你去睡覺 我想 局長快退休了 但是未來這個政策是延續的 所以我請教一下那個 焦大大隊長 我們4月15號這個脫掉上路之後 開始民間脫掉上路之後 我們總共已經開出多少張罰單 到4月底是5256張 5256張 那去年一整年開了多少張罰單 去年 去年是35萬7千多 那你看看我們今天 來15天就看了5千多張 平均一天開了幾張 大概358 358 一天就開360張 這個數字 大隊長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當然違規是依照他違規的事實 去舉發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大隊長 我們每一個 我們想說這個拖掉車 他要去拖掉 他不是自己拖就可以 要有警察背後 陪同幾個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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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是一車一人 一車一人 那一車一人 這一人就陪著他這樣四處去巡視嗎 是由我們遠景主導 就是以違規的樂趣 遠景主導違規樂趣 大隊長你確定是這樣嗎 那他們是同車還是分開坐 沒有同車 分開嘛 那理論上應該是一台警車 帶著一台拖跳車 沒有沒有 同車 同一車喔 他們兩個就坐在拖跳車上 這樣四處巡邏 你說是熱點 但是我們看到的 絕大部分 在很多不是熱點的地方 旁邊來也是都看到 我想說今天很多動作都在關心 那不論是不買行 還是說人家的菜牌在那裡 這個明明是可以停車的地方 結果也是在拖掉 這樣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原先的警力 他就陪著他那邊一直巡 從頭從早巡到晚 這樣會不會影響到原來他的業務 現在是我們 就是由我們交大 另外就是二分局 五分局 還有歸人 第一分局 這五個單位 執行兩個廠 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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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會影響到他原先的勤務嗎 像五分局 二分局 那些遠景 像其他分局的遠景 不會影響到他原來的勤務嗎 我想請問一下五分局的分局長 分局長 分局長 拍手的部分 我們會有兩個拍手 等於說我們一個時段是出三個遠景 一個時段就出了三個遠景 不會影響我們原先的勤務嗎 多多少少 不過我們會全力完成 多多少少 所以為了這個拖掉車 我們為了要派這個遠景陪同 分局長請坐 多多少少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勤務 結果為了要處理這些脫掉的事情 而且很多都在熱區以外 就影響了可能會影響我們原來資安的品質 這樣感到 大家知道 目前我們是有脫掉的重點 重點是剛剛我們局長有提到 你說的是重點 我以後要看 我以後看到脫掉車 我都會看上面是所有警察坐在上面 因為我常常 應該不用我常常 我們很多人現在在樓上都車車 看著很多拖掉 車在那裡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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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連這樣子警察都坐在上面 陪他這樣四處繞 四處脫掉 我覺得這個絕對是 增加我們遠景工作的負擔 應該是熱區熱點 然後你說要維持這些地方 為了這個微停嶺容忍 熱區熱點有些重要的一些 他有什麼並排停車 或是在轉角或是消防 影響消防 這個應該加強脫掉 可是很多 不管是他是在巷子裡 或者是 或者是在一些根本就沒有妨礙到 其他的人的情況之下 也不是在熱點的範圍 的情況之下 還是我們的巡邏車 我們的駝駝車都在順來順去 真的這個巡道 讓民眾真的都怨聲載道 少看跌到少看黄痠 然後就脫掉了 我想這個微停絕對是不對 那當然也要導正我們民眾的觀念 但是怎麼樣去執法 執法的彈性 你說的是熱點 應該就以熱點為主 為什麼熱點以外 一些沒有影響到很多交通安全 或是一些交通狀況的地方 為什麼脫掉車也都一直在巡邏 感覺他們就是在沖業機啊 我們遠景在陪他沖業機喔 這樣對嗎 這個還是以遠景主導的熱區為主 遠景主導喔 但是如果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都是 不是在熱區的時候出現的 那是誰主導 那如果說一般不是熱區的話 要看是不是有一些是民眾檢舉的案件 就看起來就是沒有 就是他們 他可能如果當時熱區他尋完了 那他就開始往小巷子去啦 然後就是在這個脫掉廠 附近的民眾就遭殃啦 因為這些禮他就是 連巷弄他就是尋啊 發現違規他就開始脫了 所以這造成附近民眾 真的是怨聲載道 那當然違規當然是不對 但是怎麼樣取得一個 讓交通可以順暢 但是停車位不夠的情況之下 是大家都知道 怎麼樣能夠讓交通順暢 可是不要影響警察的勤務 然後民眾的安全的情況之下 怎麼樣去取得一個平衡 我想教大我們大隊長這邊 可能要再加強一下 不要是我們的警察 被這個脫掉車載著走 四處去尋一些根本不是熱點的地方 應該還是以熱點為主 是是 不要說常常都看到我們這些脫掉車 在不是熱點的地方 然後在那邊尋來尋去 民眾看到就覺得很緊張 而且感受也很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 大隊長是不是在 您說是我們遠景主導的 熱點的情況之下 也請我們這些 辛苦的警察朋友 應該還是要以熱區為主 然後以行有餘力 再去關心那些巷弄的地方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 大隊長這邊要跟我們遠景講一下 那我們也希望說脫掉 是為了解決很多 原來只有我們自己的部分 根本只有我們是否根本沒有辦法完全解決 那脫掉是為了解決這違庭的問題 可是不要說 影響到我們的勤務 我們的遠景 不管是各分局 還要派去協助他們四處脫掉 我覺得這個警力的怎麼調配 應該要再 要再慎重一點 這個部分拜託 請這個大隊長這邊要再檢討一下 是 謝謝議員指教 好 謝謝 你請坐 那個 好 局長請坐 局長 你坐啦 你坐啦 對啦 就是我想今天大家都 其實不敢你要離開 要退休了 但是我想也肯定局長的 這麼多年來工作的辛苦 也該讓你休息一下 那期待也祝福局長 這個退休生活更加的順利 謝謝局長 我想請問一下消防局理局長 我們今年統調可以開出多少圈 二十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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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年幾位 去年 去年好像是也是二十多位 二十幾位 那明年呢 明年是 可能也是 全部他包括畢業分發 會有七十五位 統調的名額嗎 不是統調的名額 加上畢業分發 可以進來的 七十五個 那針對就是這些 他鄉 在我們他鄉 服務的 這些遊子們 想要回台南的 我們明年還可以開出多少缺 就是明年就是大概 統調也是 八十四位 包括 明年八十四個 今年二十一個 對對對 我想很多很多在外縣市的 這些消防員 他們其實都很想要回來 但是 礙於這個制度 這個缺就是很少 二十一個名額 但他回來還是要考試 啊 有些他可能 表現就 考試的表現 體力上沒有那麼好的 其實他就很吃虧 沒有 今年我們會用 這個積分的排名 依照消防署的積分的排名 是 不再做測驗 不再做測驗了 所以今年 就是按照他的積分排名下來 對不對 來做一個沒有在我們自己在考試了 對對 就完全按照積分回來 明年也是就對了 明年也是 明年也是 我想 就是希望說能夠多一些名額 然後有更好的制度 可以讓這些 這些在外地的人 可以早點回來台南服務 那我想這個部分名額上面 請我們局長這邊 再努力 應該盡量有更多的名額 讓他們可以早一點回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現在剛才 剛才我有報告過 要收一些10分錢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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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前面 圣经 这样的那个 敬恩祝行 祝行啊 因为是我们本会 敬明 現在請六君豐議員 姓吉順 10分鐘 感謝主席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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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見檢查 跟 警消 這十幾年來 我覺得你們實在很委屈 我還記得我做孩子 我做孩子 市長 如果我們在不乖的時候 如果說警察來了 就疼 因為什麼 警察就含了 聽到警察這兩年會怕 現在都不乖 尤其這十五年來 聽到警察來 警察來得好 還可以當時我來唸 我覺得你們很委屈 在你們執法的過程中 遭受到議員也好 叫你們要委屈 你是執法的任務 叫你們要委屈 對不對 你覺得怎樣 你也替你們 建設任務 說一位 有要說嗎 你是什麼要替他 替我們建設任務 我們要說兩句話 感謝陸議員 對我們的 說兩句話 比較大大說就沒關係 沒有啦 還兩句話 我才去 你都說你自己賣不沒關係 大大我剛才 我剛才給鳳志孫 沒有啦 真的感謝 你就我聽得出來 我也聽得出來 這樣就好啦 今天就是 實在說 我做這個康律 四十幾年 實在是 無悔無悔 你說 我聽你說 我聽你說 我跟我說你們這些議員 大家比較有良心 我們大家的母子要死 旁邊要死 你們如果沒有伴你 跟我們討論 每天就想到 人家唱一個紅頂 要說 不和你們說 也就要我們的官僚 你們來一個記名 就在你妹妹 我們建設 妹妹的鄉親看 你們這些議員 差不多 我聽你說 有什麼 還有議員 跟你們建設妹妹 還跟你們插 我今天做的小孩 人家都說 10頭來 10頭來 建設 也不敢在你妹頭前說 現在你目前還可以在你妹頭前說 10頭 你們跟他 還發音 還沒問題 那實在是 不知道是 那裡突然水銷 還是你們做建設的水銷 才會這樣 一些體制都沒辦法 那一天我 你們就辦桌 你們就不要議局 經銷辦桌 我說你們就 李文青 你們也實在是 你跟妹妹還要欣賞 還沒在包不包 說 洗乾多了 自己做董事室 才會漏氣 你知道嗎 那你們建設說兩句話 如果說到 說到這段時間 你看 每天 我們這裡民進黨的議員 民進黨的立委 每天就在那裡 在那裡 日本人 那日本人 到底是第一 什麼我也不知道 是第一 我們台灣什麼 現在現主席 我知道你沒說 賴會員議員沒說 我現在都有說 你也有說 好 我現在是在說 澎湯 不再澎湯日本人 把日本人當作做工 每天就在那裡 愛台灣 每天就在澎湯日本人 現在 純粹去用管理 那不然 街坦日本人 街坦民進黨 去跟日本 去跟 那 那日本人說 說純粹我們 那裡 那裡的地方 也是 大家 共同的地方 那不然 結果大家都不敢說 都選擇成的 不怪 不怪我們的文化 跟我們的價值觀越來越壞 才會不錯 大家為了選票 為了選計 阿美這些建產 為了經銷 這些鄉親化 那那十八歲 十九歲也加了 文化才會不會越壞 自己沒有在要求自己 有時候 這種社會文化 價值觀越來越是 民意代表 民意替大家 索粹起來 跟民意代表 跟民意替大家 大家都 我說我常常在向你們鼓勵 叫你們安靠起來 不可以議員向你們賣 你們每天就 純粹給他們 嚇壞人 這樣是不通的 我認為這樣是不通的 對不對 你如果要退去 我感覺 如果過去的局長 退去反省不平 因為你反省的朋友一大堆 我感覺 這是我認為 消防局長 你們今年的加班夕庸 我要來給老近教 那 alors那個支方 支方到勞方 有糾紛 都是以當時 賣套出來 出來辱雕 那勞方 如果加班夕庸 減過500 difer 就去道修 露老師 又會出來 的 你們機家 就會成功 這幾年來加班費用 加班就對了齁 不妨或公平正義 而且這樣 我覺得實在很不合理的 你局長你也要出來拿這 說兩句話 有啦 我有政策啦 政策到後面還是沒辦法這樣喔 財政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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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你荒蘭 財政困難 叫劉強出來挑戒 為什麼我們在那個經銷 單位這些人員就對了齁 打拼到 這年輕 結果 換來 沒有掌聲不大金 好理都不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很不合理的 你知道嗎 我要交代清楚 好人家 建設局 建設局也要再賣一次齁 你們 賣幾個 1350喔 這樣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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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財政困難 講兩句話啦 為什麼要 百財政的 我們萬一 一三五零 對不對 我們都講兩句話 我們要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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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辦法 如果要財政困難 市長每天在炒肥 炒肥說他做這幾年 在台南市的地方 負責不成家 又加多少出來 每天就在炒肚 那你還要負責 你還要負責 高雄市負責 兩千幾億 我們的負責 也要一千億而已 對不對 要比較 財政困難 我們的負責 也不會比人更多 那都不通的啦 你要要求 地方人員 這個經銷人員 的效率 結果你福利 沒有跟人比高 人心肝在想什麼 人的媽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不但我說這樣給你啦 對不對 你...你...你... 你...你...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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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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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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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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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部份這裡 我跟你說幾檔 這幾檔來我們的福利一直都不比平淨 工作一直都比人那麼多 也比人那麼大聲 我今天如果說是正出今天的福利又插上去 是正出你們本身 局勢裡面的福利 你們還不敢說 你也可以在主管會沒有說 議員就已經在反映這樣是不是 我們這裡的經緣和經商 福利比人比較少 我們這裡要做一個檢討 一年如果一個月減三千五 四千 八年減多少 八年減四十萬 四十萬不行 四十萬可以做很多事情 if 五 二 五 三 五 三 五 四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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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 十萬 請安家珍議員 請十分鐘 消防局長 剛剛如一元談的這個案子 是不是你們都一直在努力爭取 是的 那你自己個人認為 這一次跟市府講狀況如何 會不會有個好的結果呢 就是02-06的這個月 二月份 有給我們提高到一萬七 提高到多少 一萬七 一萬七比以前多了多少錢 多了三千五 但是不足的呢 不足的還是要維持到一萬三千五 那怎麼辦呢 這個差別怎麼辦呢 你們的做法是怎麼做呢 還是跟財主協調來盡力爭取 你們協調了多少年了 幾乎每一年 就是每一年 對於基層消防人員 他們的辛苦 你們都不斷的協調協調協調 可是沒有辦法落實嘛 財主單位都是一句話就打死你們 就是說沒錢嘛財源不足嘛 財政困難嘛是不是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現在馬上要換總統了 這個總統非常非常非常的體諒 大家的辛苦 他是說大家都可以去掀桌子的 都可以去拍桌子 並得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看看在0206的時候 我們的消防人員 他的整個的辛勞 包括這個運水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東區 我們自己不足 還去找全國各地的都來幫忙嘛 對不對 是這樣嘛 可是 所有警銷人員 他們從來就是被罵最多 獎賞最少的 我這樣講這句話 我相信局長同意吧 被罵最多獎賞最少 當然有惡質的警銷人員 相對來講 現在的警銷人員 在整個社會面向 從來就是 挨罵得多 動不動 警察就叫做執法過當 不可以打壞人 不可以罵壞人 所有的相關的 所謂的 這個法的要件不足 做了任何事 都會挨罵 被社會踏罰 被網軍踏罰 可是該還給你們的 該有的尊重 公道 包括我們民意代表 沒事也是給你們 亂罵一頓 對不對 我們民意代表 不爽你們的表現的時候 認為你們服務得不周到 所以我們也是個亂罵嘛 所以局長 你要繼續爭取 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 人善被人欺 馬善被人欺 不要永遠當那個不講話的 你們也應該積極一點嘛 當然本會顯然都會幫忙 我們的基層辛苦的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消防人員 他真的是水裡來火裡去 非常非常辛苦 那我們談到這個議題 就麻煩局長 一直爭取 努力爭取 一直到合乎法定 給我們基層夥伴該有的 包括配備 包括心想的補貼為止 好 謝謝局長 來 局長 恭喜你 你是不是叫要快融退了 會修來沒有融退 那不叫融退嗎 沒有那麼 沒有那個融 沒有那個融 那局長 今天的話 我這個 為了要跟局長祝福 所以呢 也要聽我們書記長交代的話 所以我的質詢 我只用一半時間 但是這剩下的一點點時間 我要請教一下局長 能不能夠告訴我們台南市民 在台南服務 五年了是不是 我有沒有誤會 前天後一共18年多 不是台南市 這一次是五年半 五年半了 我不知道前面局長有沒有那個 我非常想聽聽看 局長對在台南市服務的這些年 您的看法 你的感言是怎麼樣 台南市應該就是說 我的一生 黃金的歲月 投入的時間 我從 34歲 就是到台南市來服務 今年67 這個 這裡面 有18年的這個心血 大概人生 一個男人來講 大概從30幾歲到60幾歲 有其中18年的時間 投入到這邊的治安工作上 那麼我也很感謝台南的鄉親 照顧我 從一個 兩線三的一個景觀 然後可以可以 照顧我一路成長這樣子 能夠有今天的這個職務 所以 要講起來 有人說台南是我的第二故鄉 我其實我都認為 好像台南就是我的故鄉 有時候都會忘了說 我要回到台南 我大概這五年半 只有三天的晚上 回台北的家睡覺 其他的我通通是在 只有三個晚上 你是回到你自己台北的家 是因為到台北去開會 因為是前後兩天的這一種 除了這個以外 我這五年半的時間 每一天晚上都在這裡 所以我就是說 跟地方 跟土地也好 跟這邊的人民也好 的感情 我就沒有辦法說 三言兩語這樣講完 總之我就是 非常謝謝台南所有的鄉親 對我個人的支持也好 或者說對我們 所有的警務人員 的支持跟愛護 我想 退休以後 因為這是借齡 7月16號 就 把這個職務卸下來 我也希望 我們所有的這個 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還有所有的市民 能夠繼續照顧 還有支持我們的警政公眾 我想 真的講 剛剛也聽了很多 包括對消防 或者對我們警察 等等 這一些關心的話 我想 這個 每一個人都一樣 都有一種容易心 那麼希望 就是說 警察雖然工作再辛苦 甚至還有 還有很多的挑戰 或者危險 但是如果說 做不好 當然是應該 就是要我們 來檢討 或者要 不是檢討 也要改進 那麼 如果說做得好的話 大家也不妨說 給我們一些鼓勵 哪怕就是 一兩句的這樣的一個一個 稱讚 或者是鼓勵 但我不一定說 一定要什麼 什麼獎金 或者一定要什麼行政獎勵 我想 大家都是人 我們總是說 一兩句話鼓勵一下 我想我們大家都 志氣大振這樣子 就是有時候講 說啊 沒力氣氣氣氣 想比善也要做 這樣 不管任何的這樣子 維護台南市的治安 是我們的職責 畢竟我們當然是領這份薪水 我經常 跟同仁勉勵 當然這個是一個理想 第一個 我們警察 先要把我們所有的市民 當作我們的親人 所有的市民 發生任何事情 都是我們 像我們親人一樣 發生什麼事情 我想一直走 走到最後終極的目標 就是說 希望台南的市民 能夠把我們警察 原來我們是市民如親 到最後終極的目標 就是說 希望市民 能夠把我們警察 能夠示警如親 這個是我們一個 一個 一個努力的一個目標 好 局長 那最後這一句話 要謝謝局長 一生努力從工 您最後所謂的公務人員的 這個歲月是在台南市 目前看來暫時性的一個據點 是 如果局長繼續為相關單位重用 請不要忘了 台南市 那當然您剛講那幾個字 市警如親 警跟民之間關係的維護 要在大家都能夠 對對方有一個同理心 是 我們體會局裡同仁們工作 他的執法性的必要 而局裡的同仁也能夠體會民眾 他在他生活日常點滴裡面 有時候一個不小心 產生了一些稍有愉悅的時候 應該藉著你們的專業 怎麼樣能夠 讓我們得到一個適當的一個處理方式嘛 對不對 不是動不動就開單開罰 開罰是最後的手段而已 好 局長恭喜您 好 謝謝 好 謝謝 今天是議員 是我們本位委員 他要叫林美恩 兩個組織 聯合組織 時間20分鐘請 幫我們看一下無線麥克風 謝謝 那可以 不錯 前座 局長 來啦 把這支麥克風交給你 局長 今天我們就用 你不要坐在這裡好嗎 你怎麼沒放在那裡 請我說 兜馬 今天喔 說實在的 你7月16號 就要退休嘛 是 那我們捨不得讓妳站起來 所以我們就跟美燕議員兩個人 在這裡跟你用聊天室的方式 那說實在的局長 我當議員五年多 那到了現在 應該我當議員五年多 但是我的選戰到現在 應該打了大概有十年 那我知道妳在台南市總共待了十八年 那十八年 以前人說的寇秀和女兒十八年 王保川 那妳今天也把台南市的治安做到非常好 那我們整個看到的就是說 這十八年來我在基層 妳十八年 我差不多十年 在基層來 我去到哪裡 不管企業界 或者是說 綠的或是藍的 都對妳相當的尊重 那還有就是說黑的跟白的 對妳也都非常的尊重 那我剛剛說妳退休下來 真的非常的可惜 為什麼非常的可惜 大台南市的大損失 那既然是大台南市整個大損失呢 我是剛剛說 我今天跟妳說真話 我拜託說 真的 妳要聽進去 然後呢 我希望問我們台南市 想起一個這麼好的人 就是陳子敬 陳局長 妳 我希望妳能 我們國民黨有聽的 可以把妳徵招來選市長 妳轉換一下跑道 代表國民黨 來選台南市的市長 第一 我說實在的 現在市長倒一個比你更有 比你更全面性 就是說對台南市了解 從山縣到海縣 然後呢 整個地方 妳多了解 我說實在的 這裡不屬就是妳的故鄉 雖然妳不是台南市的人 我相信妳今天要離開台南 妳面前是倒吞的 我希望妳可以轉換 轉換把他說 為大台南市民繼續再付出 因為妳太了解大台南市了 妳做了解台南市 不管是在中間還是在渡市 妳都非常了解 我希望說 真的 我今天早上跟美燕在講的時候 美燕說 美燕說 欸 真正要出來算 我們就是要把他 極力的推出來 來選台南市市民 我相信台南市民 不是在分政黨 妳也沒什麼政黨 先來說妳沒什麼政黨 妳是由台南市來做事情嘛 所以說我今天做不甘 我兩個就在這裡 幫妳用開港的方式 啊 幫妳拜託啦 我也希望說 我們中間我們祝祝節聽會對啦 那就趕緊喔 雖然我告訴妳妳不用怕啦 妳從幾 妳在傳訊妳要退休啊 妳不用怕市長啦 為什麼妳覺得妳就要退休啊 我希望說 國民黨 說實在的現在 都是醫生 他們的醫生就算市長了 我們為什麼要來一個 極中在我們台南市十八年 啊 從整個就對了 台南市的主委 自安有貢獻的 整個全部都這麼了解 不然這做要給我送走啦 啊我喔 說實在我們待會兒 有一個神秘禮物要送妳 我先給美燕的看法來收 先跟妳講一下 有聲音啦 有啦喔 局長 妳長期的基層啦 妳讓我們覺得就是妳很有安全感 我想喔 我們台南市市民在現場 不是欠缺就是安全感嘛 所以我想妳今天的 妳是借靈農退的 妳是借靈來退休的 妳今天不是因為 某種原因來退休的 妳是借靈 但是妳的各方面 妳還是非常優秀啊 對不對 妳相信妳自己 各方面基層都很OK吧 對不對 所以我想 為了我們台南市市民 妳應該列入考慮啦 好不好 所以妳說還有幾天 不過妳希望妳用列入考慮啦 也有局長妳回答一下 妳覺得說 我說實在 局長 妳不用怕 是怎麼不用怕 妳說一下 我沒怕啦 要去找到 我目前 我目前 價位是回來台下 爭蠻 這樣 不行啦 太浪費了 局長 因為我說實在的 剛剛美燕議員也講到了一點 妳非常的有安全感 我相信妳今天出來選這個市長 市民絕對不會分藍綠來說 而不支持妳 他們會看妳在台南市所有18年來妳的專業性 不是在看藍綠了啦 這樣子我們是希望說假使有機會 是不是局長 願意 為大台南市付出 他會列入考慮的啦 好不好 妳怎麼可以替他回答 我知道他心中印我 我們現在 局長列入考慮啦 我這個 這個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啦 坦白說啦 這個還有 兩年多的事情 說一下 那一罐 這個 世事難料啦 人不知道要吃到幾歲了 不知道對不對 不知道 我還要多兩年 多三年 要怎麼知道 局長我們要祝妳參加百歲 來為台南市付出 我還是考慮先回大家種芋頭 來啦 局長 但是我們今天要送妳的東西 我們不送妳花啦 因為我覺得 我們不送妳花 今天為什麼要送這個 這個裡面也有花 但是這個要跟你講一下 這個是漆器 這個是 鼻桶的漆器 我們為什麼要送妳這個鼻桶 那 說實在的 來 再送妳一支 馬英九當時 就職的紀念筆 這已經絕版了 他這個是就職 我們是希望妳能 未來選上的時候 就是可以用這個筆 齁 然後 幫大台南市 模糊力 這個就是 助妳當選的意思 所以我已經都幫妳 準備好在這裡 齁 這個送給妳 我們來搬一下 OK 等妳點頭 在中間 還是在中間 這馬總統的筆喔 我幫妳帶著 拿著啦 拿著啦 這個拿著 請問 好 她會選得好簡單 OK 就實在的 剛剛局長說 呃 局長 那我們就不在這裡吵妳了啦 齁 妳剛剛說 妳要考慮啦齁 我是建議說 真的啦 為大台南市民做點事啦 齁 感謝局長啦齁 好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的位置齁 齁 局長妳今天回去 我吃飯吃不下去 齁 好 那 我也在這裡齁 感謝局長所帶領的 所有的 呃 分局 那所有的科事 在這段時間 為大台南市的付出啦齁 那我也知道說局長 發生任何事情 絕對是秉公辦理的啦 齁 也不會去巡私 那好 呃 消防局呂局長妳好 欸 呂局長 妳好 我想了解一下齁 因為 前段時間有人在我的FB 呃 給我留言甚至打電話給我 針對呢 在 4月份 有一件性騷擾的案件 我很想了解說 呃 在我們 那個消防局整個的處理方式 是讓當事人非常的不滿意 身為女生 我相信說假使在性騷擾 我一定是會 呃 非常的care 齁 因為被性騷擾 當然是很 呃 要講說心裡面會很不舒服嘛 但是我不了解 針對消防局 到底這個業務 是妳承辦的 還是副局長承辦的 還是督察組承辦的 為什麼會變成你們的調查是如何的調查 導致說今天 呃這個被調離開的當事人 是內心非常的不滿 跟議員報告 跟議員報告 我們 處理這個事情有一個SOP 就是說 那你有SOP流程嗎 就是 你應該聽到的時候 你就把它調單位了吧 就把它這樣子調單位了吧 因為它是由主管先調整回主管 然後來靜候調查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你哪有 你應該是把案子 查完 先把這個案子查完 才去做調職 你莫名其妙的案子 連查都沒查 你就把它先調離開不是主管的位置 因為大隊長跟我報告 他的了解的狀況 我聽起來是非常嚴重的 這個狀況 對我們女性的同仁 講起來是非常嚴重的狀況 所以我們當下就先調整到這個內勤來 那麼 進後我把它移給我們的性騷擾委員會 去做調查 不是啦 那個 局長 我相信說我剛剛就有講了 身為女性假如說這個人是很惡劣的話 你必須要懲辦 你要嚴辦 但是在調查當中 不應該 是馬上 你們聽到消息之後 大隊長向你報告 你就完全是聽一個大隊長 然後跟你報告之後 你就直接把它 調離開 就是直接他的變成他是非主管 我是認為這樣的一個SOP流程 今天假如我這樣子講好了啦 假如說你消防局的人員 有貪污事件 他當下SOP流程是怎樣 是不是要經過你們送 然後再經過法院的判決 他會先有一個我們的考級委員會開會來做處理 我是說局長說實在的 性騷擾的案件 是 要看個人的認知啊 我來講一個故事好不好 前兩天我出了一件事情 一個 呃 單位的主管女生啊 那有一個 也是單位的主管男生啊 他突然間講說 我比如我是單位主管的女生啊 你是單位主管的男生啊 你突然間跟我講說 喔 你最近比較正喔 這樣有沒有性騷擾 比較正 是倒一台比較正 這樣我想請問局長 這樣有沒有性騷擾 這個就很難去 這個就很難去 對嘛 那這是不是要調查 比較正 你是在說他倒一個地方比較正 那他的意思是說 我是在講他最近比較怕 那台灣人的口語就是這樣子嘛 倒一個比較正 那就像我說 就對了 等下就對了 你最近 比較正喔 那這樣 我是說 我是在找他嗎 也不是啊 所以 我們應該整個性騷擾的案件 先去取動一個調查小組 然後針對這樣的案件去調查 去評估去判斷 不是把當線人馬上拉下來的 其實我要講 那個人也沒有來拜託我啦 我是覺得說 這事情你要好好處理啦 是 不是這樣做處理的 你要這樣處理 你把它想起來 人家就 人家 看法是怎樣 那我也希望說 在今年 我們所有的 要調回來的人員 希望局長 你要秉公的辦理處理 不要再像去年這樣子啦 是 我軍人會 全部依照 消防署的資機機分來做處理 好啦 沒有麥克風 來 局長 多憂心啦 尤其對這個性情的這個事件 辛騷擾的事件 好啦 OK啦 你先坐下來 我們先請問一下 雖然你剛剛給我們局長加油 讓你請坐 局長 我們要了解啦 之前在工作報告的時候 我們有了解 就是我們的財政處的 這次財政赤字轉虧為贏 給三億五 我們的罰單多了兩億多啦 這個部分啦 我現在這個 這上 手上拿的是我們市民 我們的陳情 這條電名 我反應兩個字 第一條就是 之前我們常常講 圍停 脫掉車到的時候 上了 上了就是 呃 四個輪子上了扣環 只要沒有脫離現場 我們必須就是 要把車子放下來 我想這大家在已經 大家都已經 在議會也達成一個共識了 我們的東區委外 這個業務是誰的 來 東區委外 那個 誰的業務 請這樣交代喔 我們也都講啦 你也跟我們承諾了 這個民眾 他就講啊 我到了現場啊 我們只是 我們今天 除 我們不是要除發 我們的市民 那可以就是利用 除發來 讓我們市民 能夠警惕自己 對喔 上了四個 這個車子上了扣環 他也要給他騙到 請他就是 能夠還他車 紅燈 紅燈馬上開 也是開了 哥哥他就質疑不可以 就是一定要拖 他就把他拖走了 這不是老民嘛 還有啦 第二點 第二點 這也是最近 大家真的曾經 我們家住在店面 我們家住在道路邊 我們家有 也有罪嗎 我們家前 紅燈那些 有一個安全 他在上面 還說 因為他開車 要載媽媽出 把車開到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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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媽媽行動不方便 所以把車開到門口 媽媽要坐車 在等媽媽在暗處 走出來的時候 檢舉達人 不管什麼人也好 卡通人跟你們說 你馬上騙到 喔 真正動作有快就對了 馬上就拍照 馬上開發 請問一下 人家在家要給媽媽 走到門口 行動不方便啊 我人家在現場呢 我人家在車上呢 剛好車開還是發動的 這樣子也要接到紅燈嗎 接到要接到紅燈嗎 真的把我們市民動作的提款機嗎 還有 我們現在有看到很多的店面 他必須要載回三下貨 包括 有人要買東西 不怕 三下貨把車放在那裡 把貨卸下來馬上開走 也是開紅燈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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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要面對我們的市民 我們台南的市民 難道一定要 認識這種委員的委員嗎 難道他必須要當提款機嗎 我們台南市市民一定要當提款機 在這次的財政報告 轉虧為營 多3億元 我們的紅燈多2億 我相信 在每年財政報告的時候 我看不只多2億 我看有可能賣4億 對嗎 你們在直發 可以給大家人性化嗎 你如果真的危險 有一點危險的時候 我本身也認同 但是這種人沒有人性化 車已經在門外面了 還在發動 等下媽媽來這裡騎出來 你如果真的給他開紅燈 你不要處理 那個 跟益做報告 那個 有關那個 上下客戶的問題 我自己說人 人 對 如果說人 是在車上的話 那即使要告發 是應該是當場舉發 不是用照相 這個是違反我們 他打電話 你馬上過來 是你行動給你 開那個紅燈 現場跟你們開 是你行動 開那個紅燈 你們的辦案動作真的太快了 馬上叫馬上來 不然旁邊在等 你說是檢取達人 我很期待你們 你們是順順順 就看到來開紅燈 我真的很懷疑是這個樣子 不然你們真的一句 兩句都是怎樣 檢取達人 加一個檢取達人 那你這樣的不能性化嗎 所以大隊長 我也不想你們在執法過程中 一定要人性化一點 不要想這種 真的把台南市市民 動作是提款機 這個民眾可以懲請嗎 這個有關執勤方式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檢討 蛤 他的人還在車上呢 你到的真的住在那裡 局長 你忍不住了是不是 可能開檢不一定是高台的人 當然不是 他業務啊 要管理啊 教育啊 像你所說的這個情形 一定可以信索 如果信索不就這條開我的 真的齁 好 我們申訴 你如果像你說的那個狀況是這樣 對啊 他本來還在車上 我看法跟你一樣 這要有人性 他說你以前是紅色 你以前是紅色 所以我就要去紅色 我們將來 我們沒有要求 環境你每班出去 要開多少床 對嘛 欠導一下嘛 就等一下嘛 就是用惡性違規是一定要取決 像這種說 你要送人去便宜 這種流程都會 大家都有這種狀況 這個我們澄清好不好 好 那個 不好意思喔 剛剛那個消防局 李局長 李局長 我剛剛跟你講那個性騷擾那個案 我希望你們 要趕快啟動調查 調查出來的結果 假如說真的是 像大隊長跟你講的這樣子 那我們都沒有話講 加持煙網到當事人 必須要還給人家清白 他的職位也要給人家馬上做恢復 我會現在已經在啟動調查 我會要求加速來進行 那以後也希望你們先把事情整個案件 都先釐清清楚 不然的話這樣會傷了同仁的士氣 是 好不好 謝謝 現在李議員 請 請 謝謝 感謝主席 我先請到在座各位分局長 我們局內 分局內 曾經 收過民眾拍照檢舉的罰單的請舉手 都有啦 我看在座都好 好 那個先放下 我請到這個 每一位分局長 從一個這個照片 轉換成這個紅單 再寄發給當事人 大概要多久 我問這個邱分局長好了 邱分局長大概多久 一個禮拜啦齁 七天好 作業時間啦 就是說 民眾 民眾幫你告發 告發你們收到檔 轉換做紅單 走給當事人 這是我們一般的我們的作業時間 七天啦齁 但是這個罰單的開發時間 不是說 一個時間喔 罰單開發時間 在一定期限之內 是45天都可以開 好 這樣請坐 那張分局長 我們分局裡面咧 看這個量大不大啦 像我們轄區有成大醫院 那成大醫院的助衛警察 每個月都會把整個醫院 周遭的圍庭的光碟 燒一個光碟給我們 那我們可能會比較晚一點 大概多久 不過量不是很大 應該在10天應該可以 10天 量如果很大 事實上還是有檢舉他人 譬如說卡源度 沒關係 都 你跟我說大概啦 大概就好 大概多久 張數是不是 多久啦 你說量大的時候 大概多久 也是10天啊 也是10天嘛 因為法定時間是45天以內要完成告發 45天要完成告發嘛 好 那個請坐 好 那我想問這個交通大隊大隊長 把定的時間 就是我剛才說的問題 要多久可以讓董事假收到他的發動 完定期間是我們45天裡面計畫就可以了 但是一般我們不會拖那麼久 不會拖那麼久 大概多久 對 我們查證數時最慢我們兩個禮拜內會計 兩個禮拜嘛 這樣跟我們張分局長說的其實差不多嘛 大概10天 好 那大隊長請坐 一分局 分局長 不好意思 我這邊有收到一個陳情 在1月20號 1月21號 收到這個違規停車 違規停車一定要發 沒錯 但是經過你的任務 他董事假應該多久要收到這個發動 當事者應該就跟剛才幾個分局長所講的 應該跟幾個分局長最久的是 大概兩個禮拜 對 但是這裡有一張應該說兩張 他在1月20日1月21日收到這個發動 他是1月20 1月21日違規停車 但是他收到罰單是在3月15號 為什麼 這個有可能是這樣子 民眾他拍照就是一個違規的話 他前後照相 證明裡面沒有駕駛人 那麼主動舉發這個違規的照相 那他把這些照片寄到我們分局來 可能他寄的時間第一個 可能有delay delay多久 這個就是我們要個案 可能就是我們收件的 個案多久 這個會有個案的空間嗎 對 根據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超過7天就不應該修理了 我們還有個案的空間 對 讓你們民眾delay到第7天走 你們怎麼處理多久 我們處理原則上10天到14天裡面 10天到14天 不然這兩天是什麼回數 對 這個我想是不是 我私下來了解好不好 我想這個我已經跟你們所長了解過了 你們所長說他們按照程序寄發給你們 你們因為量太大 你們人力不夠 所以才導致延宕了54天 那我想我們又要跟大家討論 違規被舉發要不要罰的問題 他違規被舉發既然是被舉發了 這個按照法律應當要罰 但是我想請各位分局長 試想一個情況 家叔說你在54天以後 收到54天進場 連續兩天的一個違規停車的紅單 不管是檢舉的還是人家去拍照的 那你是不是會擔心 是不是過去的我54天以來 全部都有可能每一天 都在那個地方 給人欺騙 給人舉發 你怎麼會擔心 分局長你也會擔心嗎 對 這個將心比心 這個感覺很不好 這個我們要來檢討 一張兩千四的發單 2400元的發單 那他如果假設他每一天都被舉發 十幾萬 我想民眾當然違法 我們一定要規勸民眾不可以違法 但是檢舉跟罰款 是最後的手段 不應該讓民眾再令煩樂 煩樂說我今天連續收到連續兩天的 後面這六十天來 我會不會說我每天都有罰單 這樣我陸陸續續接下來 我罰單可能高達十幾萬 所以我特別拜託分享請坐 是是 所以我特別拜託我們所有這個局內 包括不管是分局還是交通隊還是局長 都特別要拜託我們這些 所有的執勤的遠景 那我當然清楚知道你們的業務量 這個非常的大 也相當的辛苦 但是不應該在行政程序上 既然我們應該都有相關的行政內閨 無關是我大隊長所說的兩禮拜 或是我們道路交通處罰條例所規定的 這個必須的檢舉單 要在這個執勤裡面 那我想這個都要拜託大家特別注意 教長這個比較特別拜託你注意 那我再想請問一下 這個掌管這個詐騙 宣導的是哪一位科長 刑大嗎 犯罪預防科 那個犯罪預防科 那個科長 我想要這個給你請教一下 不知道我們警政署 大概在上個月 我們的署長是有一個Facebook 他統計了前三大 容易被詐騙的新作 不知道我們這個犯罪預防科 的科長有了解 我覺得這是進牛座 沒關係你再去看看 平常大家都很無用 都沒有在看署長的APP 署長知道很辛苦 王妃這麼認真 啊還是 張樹德分局長 你有看 你也沒有看 好啦 那個 我們又要跟你討論前三大新作 是哪三大 就是射手座天秤座 還有一個處女座 還有一個處女座 那是這個警政署署長的FB 那但是 我想這個統計 當然這個統計 有沒有意義見仁見智 但是我想要跟科長報告的是說 紀念這個全國 詐騙問題這麼嚴重 也差點的引發國際的事件 所以我想這個署長是這個FB 這新作排名的詐騙 老實說可以說 他是用心良苦 所以我想請問科長 我們在面臨這麼多的詐騙的案件裡面 不知道我們這個警察局 有什麼手法 或者說什麼款的宣導 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或者說讓 特別是小朋友最近網路詐騙很流行的 包括買遊戲點數 包括一些網購的詐騙 讓青少年 比較容易可以預防的犯罪陷阱 保育員我們目前所做的 我要到學校自己做宣導 什麼樣的宣導 就是由我們的總指教官 一直到現在做一些 比較活潑式的宣導 另外也是會利用各項的機會 到各景點 或是在7-11去做宣導 所以這個 這樣向科長請教 從今年度就好 今年度到現在 詐騙了幾件 我們有相關的統計資料嗎 我們都沒有相關的統計資料 科長你也不清楚 900多 900多 損失金額高達多少 目前我這邊手邊沒有資料 手邊沒有資料 好沒關係 所以我要把這個 科長 還是教長報告 這個其實 每一件詐騙案件 它都有可能是損失金額 那這個金額的損失 當然要看這個人的經濟狀況而定 但是每一條詐騙 都有可能 導致在財產上的損失 所以 特別要拜託科長 緊急相關的 主席 謝謝 那個是不是就 那個 就拜託科長 這個相關的這個 詐騙的行為 不管是深入鄰里去宣導 還是深入校園去宣導 都要拜託你們這個 可以跟上時代的脈動 甚至針對青少年的部分 應該用更有趣的方法 讓這些青少年 可以意識到自身的一個 可能觀念上的不足 或知識上的不足 才不會被詐騙 好不好 好 謝謝 局長我要特別謝謝你 這個 我想局長這個 就任的這五年半以來 其實我們看到 我們的台南市 無關是治安滿意度 還是各種的評鑑 其實在五都 甚至在後期的六都裡面 其實我們都是表現的第一名 都表現得非常好 這表現我們局長 治理有方 所以 今天這雖然要退休 也想問你未來 可以常常回來台南 把你的經驗傳說 給我們相關的同仁 給大家 可以更加精進 請李鐵志議員 請李鐵志議員 請10分鐘 謝謝主席 呃 局長 陳局長 那個 其實 我想 從 在這個 2001年開始 齁 我們一起在台南縣政府服務 那 有好長一段時間 我們這個 在主管會議的時候 還比零而坐齁 那在這一路走來到現在 在公子服務的生涯之中 我想在 彼此雖然有很多不同角色的變換 也謝謝局長 在這中間 給我們很多 給我很多成長的這個經驗跟指導 謝謝 謝謝 那 那 在 其實 剛剛齁 我覺得 我看到剛剛這個議會同仁的質詢 其實 我真的覺得說 議會其實有它 也是有它社會教育的功能 那 所以 其實本人 是 真的 董事長 你 如果真的一個 政黨 對你真的非常尊重 我想 應該不是用這個方式 應該不是用這個方式 我想 這個 在上一次市長選舉的期間 確實也有很多政黨對你 也有很多 很多這個 垂青推薦之處 我想 你的這個 心裡是非常 很痛 這個 我相信你一定會有這個 非常智慧的判斷 非常智慧的判斷 而且啊 其實 像 櫃局處在負責這個 性評案件的是哪個單位啊 副右隊馬上就立刻站起來 你看 如果在櫃局 包含像消防局一樣嘛 如果有異性 不用說男性或女性 這個 利用職權 使對方 心生恐懼 這個 早就構成要件了嘛 是不是 也是要看 當事人舒不舒服 說對了 我說已經說心生恐懼了嘛 心生恐懼了嘛 是不是 剛剛我們就看到很好的示範啊 剛剛我們就看到很好的示範了嘛 是不是 這個 這個職權 這個制衡的雙邊 然後這個 讓這個局長心生恐懼 這個 我還覺得真的是 但是居然在笑啊 蛤 這個 副右隊 這個協隊長 我看有機會要主動偵辦 主動偵辦一下 雖然說有免責權 雖然有免責權 但是這個示範實在是 請坐 請坐 不過局長 我有個事情 還是要跟你好好探討一下 因為其實 像那個 有個很有趣的問題 其實我們台南有很多 因為都跟水域連接 那有很多這個 純粹是內水的航道 那像那種 將軍啊 學家 幫忙 都可以排水 還是客樓 可以一直到內陸 甚至也都有船啊 捏捏魚啊 撞什麼 來來去去的 局長 這個 小船或漁船的駕駛 有沒有酒駕的問題啊 我們 應該我們現在目前定的這個是 道路交通 管理處法條例的法則 這問題就來了 現在要說起來 就是說你包括 我一個小孩子是 長榮的那個駕駛 是 其實是有的啊 要做酒測啊 小船的船員的管理規則 應該都要了 是有的 但是我們好像是 但是 過去因為純粹內水 純粹內水的部分 坦白說局長 這一直是我們執法的空窗啊 一直是我們執法的空窗啊 一直是我們執法的空窗啊 海巡 要出海 他們會在這個岸 就是港際交界的地方 他會去做檢查嘛 他會去做檢查嘛 所以 海巡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巡防的人員 如果有發現 比較嚴重的 他確實是會 給他這個 勸導 或者是 甚至不讓他出海嘛 那為什麼我會問這個問題呢 因為 未來 我們馬上 我們新聞做得很大 台南市政府新聞做得很大 安平運河 馬上要開放航運了 馬上要開放航運了 那未來會有私人的 私人的公司 來承包這個航運的 這個業務 同時呢 也有可能有個人 台南市的市民 會開始在這上面進行行行 現在就有運動了嘛 給他各準啊 練這個 這個 練這個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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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箱撞了 還是誰酒駕不小心掉下去了 還是酒駕自己撞到岸上去了 這個誰管 應該是在看榮業企還是水利企這兩個單位為主 問題是這是犯罪事件啊 這個 你可能提到了這一點 我覺得應該在我們在市府 沒有提出來 沒有錯 我們瘋瘋光光的要宣布說 安平運河要重現週一之樂 要重現這個安平運河的榮光 問題是市政府真的準備好了嗎 因為 這是整個內核的內水的航運 這個執法的權力 司法的管轄權 是台南市政府 這是台南市政府 所以 當我們現在 我們警察局 針對 因為過去這些 小的白水啦 三個月啦 大家可能比較沒那麼注意 應該是水利局還是農業局 因為 因為 早前像那個 學家中軍把問家 大家 一個白 這樣開來開去 然後載著要出海啦 釣釣魚 或者是 要載鵝 比較沒有去注意到這個 問題是 安平運河 馬上就要開放商業航運了 現在 國安旅遊局在主辦 財政處在主控這個 整個OT案嘛 那未來是一個定期的航運 的狀況下 我們 台南市政府 對於這方面的司法管轄 這個不能放棄了 不能放棄了 我們不能 那天我問農業局 說 未來我們將軍運港 或者是其他這個 安平港 延伸到安平運河裡面 未來開始要這個 航運的話 誰管 他說 這個希望未來這個 港警所跟這個什麼 我說那是海關耶 那是管對外的耶 我們內部發生 這個水上的交通事件 發生水上駕駛 忽略了安全的狀況下的時候 是我們台南市政府 那治安的部分 當然是警察局啊 所以那天其實我有幫你 先跟柴爺拜託了 我說未來 我呼籲警察局 要開始成立水警隊 要開始成立水警隊 我要請財丫 開始幫你找錢 我說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 我覺得台灣都講太多口號 說什麼海洋國家啦 海洋文化啦 我們連海洋執法 我們自己的水上執法 如果說我們自己把它放棄了 或者說我們自己忘記了 疏忽了 這個就不叫準備好 因為今天我們整個運河的觀光 運河的航運 要讓它重新開始的時候 我們治安的這一塊 一定也要跟上 一定也要跟上 所以不管是 就是針對法令的部分 針對我們執法的工具 針對我們執法人員的能力 人員工具 法令的觀念等等 這個都要到位 都要到位 因為 本習對於整個台南 對海洋 對於這個水域的活動的 這個發展非常的關心喔 所以我們在於 不管是我們自己主管的漁港 將軍漁港 現在準備開發這個 將軍往澎湖的航線 將軍漁港往澎湖的航線 那今天 如果說 這個中央管的漁港 或中央管的商港 他們的這個漁港水域的這個執法 或許還可以說那是中央的 但今天 當我們是全部都是我們 台南市政府所管的水域的時候 這個部分的治安跟司法的 司法管轄權的部分 我們不能讓它出現空窗期 不能讓它出現空窗期 另外 剛剛大家都很關心的那個 交通罰單的問題 在這個4月27號 在4月27號的時候 有一個這個 那個 因為 因為蘋果日報 大家比較不關心 它地方新聞的部分 那可是 它有一個 我很不爽這個專欄 我仔細看一下 它上面這個罰單 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開的罰單 上面總共有 總共有 十幾處的圖 全部都是立可白 然後是在海電路被民眾檢舉的 那因為我等了很久 當天跟其他的日子 都沒有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去更正或道歉的訊息 那 再給議員長 我相信這樣的 這樣的罰單 絕對是違規的 我是說警察自己違規 因為你 你開了罰單 你圖改這麼多地方 上面完全沒有絞正章 而且這樣還開得出去 這是不對的吧 我想這個 我們回去馬上了解 馬上出來 因為這個 蘋果日報 大家都可見度很高 可是 可能沒有人 大概沒有人直接 仔細去看 我就想說奇怪 這罰單到底哪一個單位開出來的 一看之下 不得了 竟然是我們台南市警察局自己開的 很老耶 這個 全國都看到耶 那這樣十幾處地可白的土改 真的 不通啦 所以今天 當我們執行違庭 零容忍 或許一些 因為我們台南市整體的停車 沒有跟上 所以我們 停車的空間不足 我們這個 化的停車位不夠 但是 我們警察自己的執法水準 也要跟上 才可以減少民怨 是 好 謝謝局長 我們在崗位上 就是要維持水準 我們在崗位上就是要維持水準 嘉義主議員 請請十分鐘 謝謝主席 要請教一下我們局長 局長你請坐回答 已經站了一個早上 辛苦 最近在網路上 流傳 而且也公布 本市這個 坑前的 重大的 這個 這個 壓線的 這個路段 公布在這個 這個網路上 我不曉得 這些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還是假的 還是 我們沒有做這個 沒有做這方面的公布 沒有做這方面的公布 那你知道是哪八條路段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都不知道 對 像我這幾天 就有人反映 就說 就 第一個就是在這個 大同路的 和寧森路口 這邊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這個 這個 從學路 從山路 跟這個 德東街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中華東路 跟東平路 接下來就是 小東路 跟成功路 成功校區 那 另外一個就是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安南區的 安南區 安明路 跟安中路口 那 北區呢 有中華北路 跟北安橋下 還有 北門路 跟成功路口 長榮路 跟東風路 好像我們 這個 北區好像 佔比較多 那像這樣子 大家就覺得 這樣子公佈的話 我不曉得 這個 如果 說沒有這回事 那我們趕快去澄清啊 就不要 讓這個一直流傳啊 我覺得 你流傳 如果是真的話 我覺得 事先把這些 這個 這個 怎麼講就是 坑前的這個路段 公佈給大家 那大家 這樣子的話 對這個 對社會是一個反教育 我認為 這個路段的話 大家都會很小心 過了這個路段 又開始 那好像 對這個交通 一點幫助都沒有啊 是不是 這個方面 我希望 這個 警察局 這個 這個部分 能夠 把這個訊息呢 稍微 這個 這個澄清一下 我覺得 這個 對 對教育 或者是對社會 我覺得 是不是很 很好 很正面的一個 一個 宣導 那第二個就是 我想要請教一下 說 今年的 剛才也 很多議員都很關心 說我們 今年度的這個 退休 的人員 有多少 我們嚴謹這個部分 好 退休人員 報議員好 是 那個我們退休 我們同仁登記 就是他有登記 他不一定會退休 那今年度退休的 登記的人數的話 是651人 那到目前就是說 到今天為止 我們退休的人數 是29個人 那比去年的同期 去年的同期 到這個時候的話 退休的人數 是這個時候的 剛好是 一倍 去年到今年的這個同期的話 是58個人 你們的調動的時間 是在哪一個時段 是在7月份嗎 報議員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的調動 是配合警政署的統調 那警政署的統調 今年在原月份的時候 那有調過 那接下來 在6月份的時候 那會 警政署會有第二批 第二批是不是 會補這個 退休的這個名額呢 是 會 是 那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 有沒有可能 會打平 報告 這個部分 因為那個 10月份 警專畢業人數 是 1690人 那以全國 目前警察的缺額來講 目前是沒有辦法 平衡 就是說 警政署他也配合這個 警員的缺額的這個問題 他從105年 就是從今年開始到109年 他有推出那個 擴大招生的計畫 所以警政署那邊 就是說 要真正能夠比較舒緩 要到大概 幾年以後 到109年之後 才有辦法 達到平衡的這個部分 那像今年 他也擴大招生 今年好像要招生7千多個 這個 員額嘛 是不是這樣子 報告 那個今年的部分 警專再加上 特考班的部分 105年 總共是招生 4千 4千 4百多人 那 我在這邊好像都比較沒有看到說 我們警察 警察單位這邊 好像沒有比這個 軍事單位 招生的那種廣告 來的這個 密集呢 好像是不是我們這邊也多鼓勵 多鼓勵 這個年輕的朋友 能夠去參加這個 這個 在警方這邊的考試 要不然 你看現在這個 軍方這邊呢 好像都做得非常的積極 只要有 有這個聚會 他們都會派員去做宣導 那我也很希望說 我們警察這個 這個部分也多鼓勵 我們年輕人來參與 這個是 我們是希望是這樣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來投入我們警戒的工作 那在這邊呢 我還 請坐 謝謝 這邊我再 再請教一下 我們員警的那個 這個 考核大約 都是在什麼時候 來辦理這個 考核的 這個 時間 跟議員報告 每三個月會 考核一次 三個月就考核一次 那年終的考核呢 年終考核 是怎麼 是在什麼時間來 來考核這些 嚴謹 年底 年終的考核 在年底做 那誰在考核 這些人 這些嚴謹 各個主管 是議員的意思是 考核還是考核 就是說他們每年 我們不是都有考核 考核嗎 我們不是嚴謹都要有考核嗎 考核是人事事辦 那考核也是在年底辦 年底辦 是 那像你們這個 警察的這個考核辦法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 你們的辦法是 有沒有說 這個單位 比如說我們第五分局 第五分局 假等一等並等這樣子 那如果假等是 有多少的限制 有沒有這樣的限制啊 謝謝你請坐 報告 那個我們104年 就是市政府 他給我們警察局的考核比例 就是給我們台南市警察局 全部的比例的話是 75.17 假等的比率 假等的比例 是 就是說有上限就是 有 有 那大家都表現得很好 你還是有這個上限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按照他們的平常的工作表現 來做一個綜合的評斷 不是像我們 我們教育界 就是說 只要你沒有重大的這個違規事件的話 大家都是假等 那警戒這邊就是有這個上限 有 是 那是這個 每一個分局 那就 就有這個 有一定的比例了 是是 那會不會是說 假等的永遠都是這些人 有沒有可能 報告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綜合來評定 他這一年的工作表現 所以 就是說各單位主管 他對於他的所屬的人員的工作表現 來做一個評斷 那這部分的話 應該是說 會用比較公平的方式過來辦理 希望是 大家都有機會 但是 既然有這個人數的限制 我們也 也依照規定來辦理 那這邊 我很想 很想了解 就是說 我們現在現有的 員警裡面 我們原住民的人數 大概有多少人 報告 那個 我們台南市警察局的 原住民的人數有 22位 22位 是 那目前是 最高位階 大概是什麼樣的階級 最高位階的話 是 我們第六序列的組長 就是 學甲分局的組長 再給一分鐘 六甲分局 學甲分局 那 那 這樣子的話 那 像 它是什麼階級 剛才我沒 很抱歉 兩線三星 兩線三星 是 好 謝謝 那 在這邊我再 再 請教一下 那個 我們 原住民的 好像 在交通隊那邊 站的比例 也滿高的 交通隊那邊 是不是 可以給我 那個 謝謝 學甲分局 原住民的部分 大部分都在二中比較多 是喔 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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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只配做那個 脫掉的 沒有沒有沒有 隨時可以掉的 都 那為什麼 為什麼大部分都在脫掉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還是他們自願要去 比較資深比較自由的 大家都要去的 脫掉是大家都要去的 大家都講到去的 還有那個 來委員 議員喔 就請十分鐘 請 謝謝主席 本席先請教我們消防局 緊急救護科 謝科長 謝科長 這個AED是你的業務 是 你知道這個AED 他的中文名稱是什麼 自動體外心臟 驗疾 聚氈器 對 他主要的功能 就是說 在公共場所 臨時有人 發生他心臟的一些問題 所以 我們能透過這一個儀器 來幫忙他們 這一台多少錢 一台喔 你有民眾版跟專業版喔 大概平均多少錢 平均大概有一萬多到三萬多都有 一萬多到三萬多 這麼便宜 民眾版的 因為我們 不是 我講的就是說在公共場合裡頭 對 公共場合那邊的部分 這一個當然是不是民眾版的 這個應該是豪華版升級版的 一般我們放在公共場合 一般我們放在公共場合 根據衛服務部他們的規範 大概我們放的是民眾版的 科長多少錢 你沒有概念 呃 大概 你沒有追蹤 因為這個部分是由 衛服部那邊 這台擦後 你也不管說他會不會 是不是 不會 如果說他們有使用的話 我今天早上 這一台 我是在樓下 我們的議會 去借的 結果我問議會的同仁說 有人會用嗎 他們說不知道呢 那你想 空有機器 結果 沒有人會使用 那跟你一樣辦的就是說 你的訓練營 有兩萬四千個人次 如果可是扣掉我們 就是台南市我們有 一百八十八萬的一個 市民人口數 那頂多 也差不多一%而已 那你覺得 這個功能性怎麼樣 教育怎麼樣 當然是 不夠啊 那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目前我們是有結合救護志工 那幫結合我們 逢我宣導 救護宣導 然後針對這個 科長 你現在講的這些人 其實都是極限在一個小範圍裡頭 你看 光是我們議會 會用的人 有證照的人 有多少人 有這個license的人 有多少人 你可以講得出來嗎 還是我們這些議員 都不重要 萬一如果有人心臟病 誇作的時候 怎麼樣去急救他呢 又萬一消防局 跟警察局 不是備詢單位的時候 所以其實 本席要跟你探討 就是說 你這樣子是遠遠不足的 浪費太多 這個AET的一個功能性 不夠 對不對 你覺得呢 有沒有什麼 比較積極的改善方式 有沒有什麼積極的改善方式 好啦 你會後再來跟我回應好了 好不好 再來報告 好 我再請問一下 我們的救護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主任 主任 我要請教你 一般的老百姓 從119報案 到你的消防車 你的救護車 派到現場 你會用到多少時間 你會用到多少時間 平均 我已經給你露體了喔 你還不會的話 局長你就看著辦 一般我們修理後分隊接到我們的通報 對 大概平均大概40秒可以出勤 那 40秒可以出勤 那 可是如果今天他那個報案的地點 你到報案的地點 你平均你要耗掉多少時間 那就看報案地點 離當地分隊 平均嘛 我就跟你講嘛 你總是要有一個 是是 total的一個總計嘛 不然我現在問你嘛 你的效能有多好 你的消防局效能有多好 人家報案 你馬上都到現場 那你現場的話 你這麼多的案子 你平均總數 你多久 你幾分鐘 可以到現場 我們叫我車也不像我車啦 一般叫我車到報案的地點 大概行車時間是7分鐘 7分鐘 好 像車因為他重量大車嘛 是 以他行車距離大概平均要到 好主任 你覺得7分鐘這個時間 會不會太長 如果以台北市還是新北市 他們在119這個報案的流程到 花生地點的一個現場 你用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就是說你的收集的一個資料 是用GIS的一個系統 去追尋你這個7分鐘 還是說 你用Google Map的系統去處理 我是用 系統的記錄啦 出勤的時間跟抵達的時間 我們都有這個紀錄時間 我把那個時間抓出來 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樣子顯然是從報案到 發生事情的地點 你花掉了7分鐘 已經是太久的時間了 所以 你有想到嗎 這樣子你可以應用一些 比較現代化的方式 可以縮短 我們報案到派遣 你車子服務的時間呢 這樣有好多嗎 有 現在我們消耗車 和救我車都有 整個行車導航系統 所以也可以 不是這樣子啦 主任 你從你開始收到了一個報案的電話以後 你這個資料輸入進去了 然後你怎麼派工 然後你的消防車你的救護車 怎麼到花案的現場 現在全部都是 我告訴你遠遠不足啦 在新北 新北他最快的我想局長 看到那一套設備過 他是在一分半鐘 到點喔 到發生事情的點喔 你要講說我們這個區域就是說 我們現在不講喔 我們講的就是說 沿台南市沿台南縣喔 你不能跟我講說 台南縣的地方 所以他發生事情的時候 就會慢一點時間到 我跟你講局長 你不用聽那個主任花言了 我想他連題目都聽不清楚 主任 會後來做報告好不好 是 好 是我要講一些比較感性的話 我想局長 檢察局長在7月16號 他即將退休 那事實上剛才 我在 我在講說 我們的那個 雙燕 國民黨那個 雙燕 二人組 對我們局長的一個 感性的告白 我也非常有感觸 其實局長在我擔任議員的 這一段時間 不是只有我本人 跟我們很多 很多的議員 真的就是好像是 亦師亦友 真的是 非常謝謝局長 因為其實在很多關鍵時刻 你都能開導我們 怎麼樣做人 尤其 政治有很多時間 是要拚命工 那我覺得說 也非常感謝 你對我們的一個 真的是 無私 無私 也真的是 非常照顧我們 心裡頭捨不得 可是 這個 你要給我借時間 所以我想在這裡還是要跟局長 感謝 那也祝局長在退休的時間 可以好好的充分利用 雖然不管你要回去台下 穿黑子 這個我們其實一定會去看你的 真的 非常謝謝你 局長 那我的時間不夠用了 我只能 簡短的 簡短的在這裡跟我們 請分局長做一個討教 因為我知道就是說 我們每年 每年在我們的那個 我們警察的治安統計裡頭 我們的竊盜案 竊盜案 那個警力不足 這個不講了 本來是要跟那個我們 警察 那個主席請給我一分鐘 就是說本來要跟 謝謝 就是說竊盜力 每一年 每一年的攀升 當然破案力是每一年的在提高 像今年有兩萬八千多 可是新營分局 我特別要提到就是說 在我們新營區二十九個例 其中以新東裡 他其實 他的竊盜 破案力是 發生力是最高的 所以說 局長 分局長 你有什麼好好的一種 防堵的方式 因為雖然它是一個新興區 可是 你的竊盜力都是積高不下 這個實在是 都讓我們 很抱歉 漢言 分局長 你說一下 謝謝議員的提醒 新營分局的轄距裡面 所以我們希望 來做預防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在進入新東的周遭的路口 我們會實施做一個路檢 那第三個部分也會做這個 李明的這些欲王犯罪的宣導 那 所以他那個區域還沒有尋守 對 目前是 那個地方是沒有成立 所以說 分局長我想 有什麼方法加強 這個是你的專業 調派人力 這個也是你的專業 賀子犯罪也是你的一個專業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從這一個角度裡頭 去加強他的一個功能性 治安的功能性 非常你請坐 在這裡我想要跟我們警察局長 跟消防局長 做一個討教 就是說 今年 主任台南市政府還了中央14億 都聽 It's you can take it 整aber 如果沒有人 arrival 劉政 cambio 要求運動指行 請 伊丞 因為在我認得,我們認得菜市場下, 先說你的理長,菜市場的市場,稍微要團團, 以及我們祖父還有其他的祖父, 來歡迎說,在這兩禮拜來, 拖調非常嚴重,非常嚴重,非常嚴重,非常嚴重。 要來歡迎,希望我們的拖調管理單位, 拖隊長,可以做出比較明確的, 有適合,可以來放桌,也拖水庭裡, 阿公聲音就拖去,有一個人跟他說, 他媽媽在裡面,他車庭裡,他不來也拖來, 幾分鐘時間,出來車用拖照,媽媽看車在拖著跟他說, 他也是繼續拖去,我想說這個部分,拖隊長, 然後,你看怎麼一起做更好, 不要引起明圓,我連代表都交代, 甚至,country we, 我們的市長現在做這樣, 做得最好人,對我們的意見, 但沒有要求... 我們今天會知道的議題到這裡 我們會播兩點半 再開 現主集散播 謝謝